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不做出一个改变的话 来寻找一个名师指定 不是出名的名 是日月名的名 来跟我讲 到底我怎么样可以改造我的DNA 我的基因 因为我跟你比起来 我的几率会比较高 中糖尿病 中癌症 真的是太容易中了 所以我什么都不做 我可能真的会像我的爸爸他们 在55岁之前就会过世 所以我也不想这么去折腾 在这个病魔当中被他们折磨 所以我想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去寻找一位名师 来帮助自己 也帮助我家人改变我们的命运 所以我是有使命的 我是要来救我的家人 还有我自己的 所以我就先开始我的实验 在一年多前我就来到OUSS学习 然后呢我就来上老师的课 也来进行调理 蒸酒调理 还有风水调理 可以做的我都做 因为呢 因为要改变命运啊 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些改变 所以呢在这个21天的毕谷修行之旅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从Bancake 你看那个脸吗 很像Bancake这样 然后变成有点小瓜子脸了 所以这个呢 这个过程呢 是21天的毕谷修行之旅 然后呢 我足够 总共瘦了差不多4到5公斤 这个数目是其次啦 因为很多同学他们也就讲说 你瘦这个那么快哦 然后你身体有没有比较好 还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 刚好我的身体检验 也是在这个期间我去做了 然后去年哦 去年的时候 我的这个胆固醇哦 是220哦 所以是算是很高哦 因为我才不到30岁耶 我的胆固醇都已经220了 真的是太要命了 所以呢 我就尝尽了很多方式 去跑步啦 去运动啦 吃保健品啦 可以做的我都做了 然后尝试 然后把我的这个昆石的这个习惯 改成素食 可是还继续泡下去咧 为什么 真的是很奇怪的 都已经改变成这样子了 为什么还没有一些突破呢 直到我来了这个壁谷班 我才发现 哇 其实自己的食欲 自己的这个口律啊 这个贪吃的习惯太严重了啦 所以呢 通过这个21天的壁谷修行吃旅 就给他慢慢改过来 然后自己就淡化了这个贪吃的习惯 然后呢 在这个仅仅的7天的新加坡班的时候 我也是进行多一次的改造 就很像在revent reboot我的system这样啦 因为呢 就是不是想说壁谷一次你就把以前所有的这些你吃过的啊 因为我们都吃了吃几十年了 从一开始出生到现在我们的五脏都没有停过耶 我们就一直给他加工 一直给他加工 一直给他加工 一直给他欧提都没有给他停过 所以呢我这次我就陆陆续续 这是我第四次壁谷了 然后呢 我就是在这一两个礼拜去做我的身体检查 我是从去年220的这个collestero就是挡固醇 现在是164已经成功进去我的这个健康水平了 来 掌声好不好 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BMI方面 BMI方面也是一个健康指标啦 所以我们就不要太执着于这些指标 只是给大家一个认识这个样子 那我印象来呢 我就是都是超过25的 大家都知道超过25都是属于overweight 就是超重型的啦 然后呢最近通过我这次的壁谷呢 我终于记回去变成24.1了 所以呢真的是哦 通过这个壁谷哦 真的是把我的身体状况改进了 让它更加的进步 所以呢不单单只是在精神方面 还有在这个身体方面 它的改变也是很大的 那你知道哦 我这个这件裙子哦 我已经放在我的那个厨里 已经放了三年了 每次都不敢拿出来穿 因为穿的时候会有一层一层的三层肉 所以今天终于鼓起勇气 穿给大家看 好不好看 好 所以啦 所以啦 真的是给自己一个鼓励啦 因为真的 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健康整理好 然后不把你的健康外包给其他人 真的把它比较负责任的把它扛起来 因为呢 到头来到后面哦 到了你五六七十岁的时候 我们真的真的不要给医院赚太多钱啦 哇 我们好好的去修行资理啦 好好的来上课啦 把我们的这些钱哦 投资在有意义 又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生 我们的身心灵生化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在此哦 努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 我们的OOSS 来参加我们的壁谷的班啊 还是我们的这个修行之旅等等啊 都可以 就是让你们的身体进行 升一层的排毒 因为壁谷其实它是一个非常 高级养生的方法 这是在古代就已经练习了 所以呢 传到我们这里 我们要继续维护啊 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 我们真的是吃太多了 哦 现在的这个牛啊 羊啊 猪啊 都是党真的耶 所以呢 真的是越来越不健康了 所以大家可能在这方面 也是要开始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身体是我们 会一直居住下来的 呃 几千 所以呢 所以呢 让我邀请我姐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佩云 呃 大家好 我是佩云 这些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信念在身 然后你会自己把自己的那个欲望控制下来 这个是对我自己的这个意识上的很好的修炼跟修养 啊 然后第三 啊 第三最大的意义就是啊 就是这个身心上的那个 就是体重上啊 啊 就真的有降低 然后 这是我第二次 我已经减了差不多要六公斤喔 从第一次到现在 所以 啊 很难得 因为我是经常会尽量运动 尽量啊 少吃 可是都是没有成效的 这次真的是蛮有大的 嗯 有很大的成效 啊 希望大家也是一样 有很好的经验跟收工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莎雅 而且我是 呃 我是 呃 我是她的姐姐 嗯 她是我的姐姐 也算她是我的妹妹 对 告诉她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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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鼻鼓啦 嗯 从开始蛮胖的咧 现在我应该是有 第一次的鼻鼓二十一天 我受了 大概不是以身体的销售为主要的那个因素 嗯 大概五半天均耶 哇 真的很好哦 哇 哇 后来啊 开鼓之后啊 我 实力是非常地好 实力 嗯 嗯 嗯 吃那个榴莲呢 从来我不是说能够吃榴莲 可是这次的鼻鼓之后 我吃比较多榴莲呢 那个体重快速 嗯 所以从中我知道我要怎样选择 壁鼓过后要怎样选择吃 嗯 那这是第二次的鼻鼓 嗯 虽然有提升了我的重量 我现在又在很快速的降下来 其实很快 嗯 大概都有四个鼻鼓 现在是一个星期了 嗯 连思维也是很灵敏的 我是觉得 是是是实 啊 是是实 对 在这个 这个 壁鼓之后的 而且跟老师上的那个课 很喜欢老师的课 从中他的那个知识 可能很多东西 呃 尤其那九十五八仙的那个 阿乌兹 阿乌兹 跟那个 沙乌兹 我发现那个 还有我们身体里面 从鼻鼓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原来身体里面 很多种阴神的那些东西 读到那个课 我再见了 原来 我真的是小屋见大屋 从那边 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也知道我要怎么样朝我以后的方向走 我要的是什么 所以 所以 身心灵的提升那是肯定的咯 大家好 我是朗慧 也是通过我姐姐朗保 把我带入OVSS 非常感激她 然后呢 我们也是 两个都去了那个 金城跟金马铃 所以 第一次的收获是非常的好 再分享到 因为说 这次呢 是第二次参加并鼓 所以有了第二次的经验 就是会做得更好 就是说 而且我们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是在就是爬山啊 然后大家都是头修都没吃嘛 所以诱惑我们也多大 就是说 因为活动量很大 所以非常的 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获益很多 这次呢 第二次在新加并鼓 我们又上班 其实诱惑很大 尤其是跟同事们一起吃 因为你们怎么不吃啊 因为你们吃怎么做 你在搞什么鬼啊 还有拉球团的这些都 我还知道 我的吃东西 跟他们一起去吃拉球团的 然后我们会有很多朋友 吃这些拉球团的 这样 然后 就是有各方面的挑战 都可以 老实讲 我们都要做自己的主人 然后都意义可以去 去管理这些金丝上 然后我本身第二次的感觉是 我第六天全身发痒 讲得很厉害 在第一次 闭谷就没有这个现象 一直排毒啦 也是OK 到现在的人还在发痒 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 第一次没有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吃穿面喔 我现在不太想吃那种 Nuts之类的 只是想吃水果 所以我们的食欲 在闭谷的时候 你想吃面不太一样 而且 你不会觉得饿 还是这样去上班 只是说 我到了Nuts Center 就是 寄房 特别的冷 以前我没有闭谷的时候 我就不要戴jacket 还可以 现在不行了 到那边站大概 20分钟不行了 要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闭谷期间 尽量要防暖 防暖 不然就觉得 一出来之后 就觉得 你们是病人类 这样的那种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 以后要小心一点 加上呢 但是我是觉得 我上班之后 我要写这个报告 思想会比较清晰 虽然有一些东西 但是很清晰 然后呢 也越来越喜欢上老师的课 哇 不要说什么都算 现在 也收眼买 几乎买到完了 对了 也要加油 非常地好 真的非常地棒 甚至你非常地棒 很多宝 我们就给你这个 去珍惜 然后下一个 我终于李文明 带你来一起去 哇 恭喜 恭喜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好样子 对啊 送的是空间 哇 送的是空间更好 来掌声 鼓勵鼓勵 交给 来 我是莫名其妙被叫上来 我是莫名其妙被叫上来 我刚刚是 我觉得 我其实 是他一直拉我来上这堂课 但 这个OS的课程 我觉得 可是我很忙 真的是忙不到 因为老师的课也很流行气 所以每次来上课 都觉得 真的很多的知识跟智慧在里 但是我每次也还有就是睡觉 对 最后莫名其妙一次睡 我一直想 我不要再参加什么课 太太忙了 很忙很忙 所以 这次的鼻鼓是 我自己也未必 因为我自己都未必 不是 所以 我其实在别的地方 我也知道一个 叫鼻鼓 鼻鼓的 就是 做鼻鼓的这个 活动有趣 真正的接应 跟鼻鼓鼻 不过在这边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的鼻鼓相当详细 每一步都 就是 能够 给我们很好的资讯 我相当有信心 我自己本身就每次会有头疼 而且我的胃 但是在鼻鼓的那么轻轻 我觉得我的思维 非常的紧实 这是我能够感觉到的 嗯 我的胃方面呢 因为我也是 但是我在鼻鼓的那段时间 我的心上也 也有所 也很好 我觉得好像比 我连鼻鼓还好 so anyway 我已经开鼓了 很好 我们已经完成七天的这个鼻鼓 对 对 非常满足了 非常 我会在想 改参 一个月是不是能够不足 一个礼拜 或者两三天 然后呢 这些问题呢 我们也是会问老师 想说 诶 我们 老师啊 我们一个月可不可以自己闭鼓啊 对不对 相信这些都是 很多同学的这个问题 所以待会儿 我们也是会请教老师一下 好 我都很想去讲 好 谢谢我们的梅滴大学 还有我们的三朵进化 各位 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好 我是因为我的朋友的缘故 我才知道 有这个OSS 我 我没听过张老师的什么课 只是旁听了一个 因为我不知道前 然后我不知道那课程比较基础般的 好像第四个 因为我本身是华文教育的 它里头很多东西 我以前接触过 只是没有把它连成一个体系 不过那个先把它放一边 因为我们重点是在弹屁股是吧 对 那因为我们注重健康 大家都试对吧 我们都试过各种方法来让自己健康 比如说我一直都是跟我的妈妈 晚上是不吃饭的 我们吃早餐午餐 很久了 可是 我觉得 有什么很明显的不同 只是觉得 至少我不会吃肥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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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这样 可是好像没有更好 那这回我进行弊谷 在我完全不知道 弊谷的什么什么什么 我买了书了 可是 一番看好多古文 对不对 又老子又什么什么的 那个要花时间 我也没有细细的从头看到美 我是听说有三个原则 那三个原则就是 不吃 不想吃 不会饿 精神好 我就以这三个来观察 我这七天不吃的状况 很可能是因为 我没有知识基础 没有跟老师做过很多东西 而且我是基督徒 所以 我还是会饿 我除了第一天爬山那种 可以跟大家一样 我完全也是不饿 那一滴水 那几个水果也没有吃完 都可以 可是回到自己的家 就是自己的时候 嗯 你会感觉肚子 哥哥 我们走开 那他们说可以吃 就照吃 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说 苹果只吃尧 两口就OK的 我不可以 我吃完苹果 要吃香蕉 那么我经历了三天之后 我就想 糟了 我即使不吃主部的东西 可是我的胃 还是有东西进去 所以很可能 我就没有启动到 我不知道整个句子叫什么 就是先天的体质的消化系统 还是有后天的 所以我一个星期不吃肉类种种 我当然瘦了 是瘦了四公斤 可是我在想 他给我觉得有趣的一点是 我可以抗拒任何的味道 食物味道的诱惑 我也只是打了一次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饿的时候打了一次 他不饿 他就继续做我的东西 然后后来饿了 我就吃果子 所以不好意思 我还是会感觉饿 可是因为我有些课程 是在有餐厅的地方教课的 哇那种味道 你开始觉得 这个味道像什么时候重了 你会心里不会想 不觉得这是个享受 我觉得不错 定律不错 再有一点 我觉得这里比较玄的就是 我既然不怎么吃 我照样的工作 工作时间蛮长的 有的时候我要教课的 我教课的性质是需要很多观察 需要很多创意 需要很多直接的判断的 在这几天下来 我有几个比较大的课程 我发现我的思维能力没有比以前弱 而且我感觉到有一种流畅 那个流畅是 因为我没有吃嘛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 以为自己会很虚弱 可是当你启动到你脑子活动的时候 你的那个判断的那个语言跟思考 他会很流畅 好像有了滑轮这样 有了个润滑油这样 很顺畅 我这里我觉得有点有趣 然后第三天 第一天第二天是没有进洗手间的 我觉得哎呦糟糕怎么办 后来就想没有什么吃嘛 可是接下来的一直下来都 嗯会叫你就是就如我平常那样 会上你大号的 我觉得自己很健康 可是第三天开始 我跟蓝柜一样 后边从后腰下半身 痒哎天哪怎么办 我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可能是排毒吧 他排毒到我的关键这个部分 长小小的痘痘以前没有的 所以我想因为这是关键点 这是我们的关键 这个也很重要的关键可能 可是我不知道排什么毒 七天是不够的 因为我有意愿愿意再继续 十四天应该也不是问题 可是问题是 我将要到中国去 那我将会面对很多 那都得吃嘛对吧 所以我就OK就早点 七天之后就出来 让我的会再进入俗事当中 再感受一下种俗乎 等到找到恰当的时候 我想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 做壁谷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过程哦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在家里做 这比较请教的 对请教的 好谢谢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汉元 我输了五公斤 但是这不是我原来想的目标 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就是我本来是想找一个断食的一个活动 然后让我自己重新启动我的身体 可是就看到我飞持我的广告 看到我屁股 然后我其实不知道我屁股是什么意思 完全不知道 也不是让不认识这个OOS 但是我就想这个可能是我应该要来参加 我就想来的 其实还好就是我觉得比较大的考验就好像施玄刚才说的 就是施环 施玉 我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已经很多年来很习惯吃东西 洗身体一定要吃东西 午餐到了吃什么 然后我晚餐到了吃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我一直都会想 欸午餐时间了 不是要吃一颗核桃 还是吃一颗葡萄 然后就会计划 计划每天要吃什么 当然有时候会想 肚子会叫 肚子还是会叫 然后就想 欸 肚子叫了怎么办 是要吃东西 所以还是吃了 而且很多时候还是没有力 没有气力 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吃东西 当然我不晓得这些在壁谷来说 是不是有所谓的处理的方法还是什么 比如说我也有听说 肚子叫了 因为肚子的一个反应 但是你可以 如果你不饿你怎么会吃 这样子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这一次是这个很 很很大的一个学习过程 嗯 然后就是 我也觉得 另外一个东西我观察到的是 我 我 那天回家开始 那天我跟三文分享过 我因为我每天有练气功的习惯 所以我还照旧练气功 我发现我的气功打得特别特别慢 我觉得欸 奇怪 会这么特别慢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很多气吗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后来我发现 哦 其实整个生活节奏都很自然的放慢了 因为我们就是本来就是可能没有吃没有力气 就能这样放慢 但是我其实很享受这个放慢的过程 因为这个放慢 你反而觉得你去 你去感觉你的生活 你会去看仔细 就是这是我的经验 因为我常去 好像我去楼下 我就知道还是每天去楼下散步这样子 以前我是快走的 但是没有力气快走啦 就是散步 而且原本三十分钟 我就剪了二十分钟 因为我发现我散步回来 我还是有点没有力 所以 Anyway 我要讲的是 就是我在沿途走那个 我们家楼下有那个 Park Connector那个人 我就去走 我就发现 我会慢慢去欣赏 一草一木 蝴蝶 水底的乌龟 什么什么样子 还有我发现 我那个触觉很灵敏 那风吹来的时候 我觉得 太爽快 太舒服 我是觉得 我的感官就比较 比较 比较愚昧啦 就这样子咯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好 我现在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币 不是为了减肥 你看我已经跟我说 为什么我好担心 会瘦 真的瘦 每一天一公斤小 少一公斤 少一公斤 掉第三天 三公斤 我的天啊 就过扁了 跟脚就 那我很担心 我还打电话去问 24啦 怎么办 那后来还好到了 四公斤就停在 飞到现在 所以我现在要想怎么 要加重那个四公斤 为什么我要屁股最重要 就是因为我能吃 但是我又吃不多 又整天肚子饿 可以三个小时 四十个小时又饿一次 所以就好像那个婴孩这样 每个三个小时要吃 吃到我就会觉得很累 所以我一直在想 好久我却在想 如果有一种食物啊 你放在顶巴吃 你用吃饭 你不想吃 太多了 我已经讲了很久 所以每天我都知道 我这个屁股就说 哎呀我会带来 但是我又怕瘦 我想了很久 但是最终还是决定啊 决定来试一下 看看有什么法宝 可以让我不会想吃 要吃就吃 不想吃就不吃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我来参加 所以很奇怪就是 礼拜天那天第一天嘛 我平时不吃的时候 是手脚没有力 我一次哦 最近在跨水关 才肚子饿了一个小时多而已 我已经手脚没有力了 我差不多要力了 我还要COPQ 叫前面让我COPQ啊 买食物来吃 所以当我第一天 去那个爬那个 给你妈的天 我真的很惊讶 我竟然可以爬上去 我当天 从那天半夜晚上 来上课的时候 到了第二天爬上那天 我才吃了两枚荷桃 半挑上家 就要变成 所以我可能 荷桃能处 进一大爱的问题吧 所以每次肚子 一饿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我们要吃了 不然就没有力气 要不然就是有时 我会觉得为什么 我胃头晕晕没有力 当时我又不觉得饿啊 当时我吃进食物的时候 我的手就抖了 那我才发现 哦原来我是肚子饿 可是我肚子饿坏了 因为大多数你肚子 要咕咕咕咕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饿嘛 当时我肚子没有咕咕 当时我也不觉得饿 就是手脚没有力 当我吃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我是肚子饿 所以可能就有问题 所以在这期间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我不要吃是可以 偶尔真的是需要吃的时候 我就是咬 我发现当我肚子饿的时候 我就是乱一颗荷桃 就是一直咬咬 慢慢去挤 脚到很久的时候 慢慢才慢慢出积蓄 哎肚子就饱了 后来我发现可能是患性 你只要再咬的时候 你告诉你的肚子 我已经在吃了 所以我就不觉得饿 后来我就发现 到了第五天的时候 因为我发现 因为我瘦了嘛 所以我就想要吃多一点 我就在第四天 第五天吃很多 这一天我吃吃一两粒 到了第四、第五天 我吃吃一把的 一把豆就两个嘴巴塞 吃了两三个小时 不二我一把 一把的豆一网嘴巴塞 那等到第五天的时候 晚上突然见 我的心跳的很厉害 哇 差点在外面餐得要运气 那我说奇怪 怎么今天会怎么样 吃这么多反正更没有力 然后我心跳 因为之前我是有那个 papultation 它papultation的问题嘛 就是心疹也会一跳一跳 那后来我一下想想 今天吃这样多 我可能没有力气 哎呀 老师做功课 忘记念功 那天啊真的回家很累 后来我就 没有办法先累个功 然后念真的是有energy了 到晚上 因为肚子一咕噜噜 说这是我不吃了 我又在念 念真的是哭咕噜 他想想着 你不要去管他 你去这人在念 那真的是他不在想 那你不想吃了 哇 psychology 有一个肚子 饿就是营诱你 吃吃吃吃吃 那但是因为有这个 可能是psychology 不能是psychology 还是真的是有energy 你在念的这个手势 在念那个观想的时候 你发现你真的是不饿了 那个肚子也不想 所以我就叫化妈妈妈 熬到七天终于开骨了 但是开骨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早上是吃一点点 到了午餐我就吃多一点 哇就是惨 因为我很瘦 我真的摸到我的肚子 但我吃饱后 我就摸我的肚子 我可以感觉那个肚子在启动 正式在摆肥去 咯咯咯咯咯咯咯 可以听到那种声音 是蛮可怕 那时候我真的好累好累 不是我七天里面 从来没有这样累过 但是当那个肚子开始在运动 在活动的时候 我就觉得超累 然后还需要等一下 那我就惨了 就是可能突然间那个肚子 累了 突然间启动嘛 然后我太过失误了 我就跟我的那个肚子的那个众生说 请你开始工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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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了 好 原来真的是要练习沟通 跟你的肚子的众生 跟他 跟他提醒一下 讲说 哎我都要开股了 请你们起来做工 因为他休息七天 BREAK UP 离不了 所以你要重新启动他 叫他起来做工 大家 哈啰 大家好 好 那这再次是这个低谷呢 是我的第一次 那么以前我只有参加了 那个其他的一些 那些好像保健啊 他们的保健这个 排毒啊 他们在这个课程这个过程呢 他们除了这个又 就有一些保健品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呃 果汁啊那些 那么就是让我们喝的 他说接着的内容呢 那就不同 只有三个标准 就不想吃 呃 又不饿了 但是呢 又有精神 那么这个内容 我们就想想很远了 其实我就没有什么信心了 我想说 啊 去体验一下啊 体验一下 如果能够多几天就几天 不然就是等下吃吧 那但是那么第一天呢 正好是带我们去爬山啊 那以我们这个年纪来讲啊 那不简单啊 超过六十岁了 那么 就是爬山去的话 除了加勃比比较山啊 还有就是 去到几个四个零点 来练功 那么到了从早上到晚上 还要上喝到八点这样 那么我我计算一下啊 那我吃了一个梨 一个这样一条香 然后还有一个苹果 那去到一些杂果 呃 但是天气了就喝了 比较多水啦 那就是这样一个整天的十年呢 就是靠天线 那当然还有老师所讲的天涼啊 那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指引这些东西 就越多为止了 那以我平时来讲啊 蛮不为止的 也很想吃的 但是以这样的一个经验来讲 这个结果使我呢 坚振的这个 屁股的一个奇迹 那么从第一天开始的时候呢 那星期就比较回来了 那么一天一天就走过去 到了礼拜天才出雾 那么在这个期间啊 精神不错 所以也感觉到不错 那还有 这些人体力比较累一点啊 那么除了一些 一家外偶啊 一把东西这样都能够进行啊 那么 这次啊 本来这个公司呢 张老师是 有带了很多地品去啦 一些外国的地方 但是呢 我因为家庭的关系啊 因为波罗国区 那么今天这次能够得到 那好神在新加坡办啊 有这样一个好机会啊 我非常地很感恩 有这个机会参加 谢谢大家 去外国币股跟在本地币股 它的诱惑是不一样的 就算你在家里 也会想说 啊 来一碗热烹烹的汤 会有这样的诱惑 那么一般上如果我在新加坡 不喝水的话 一天不喝水的话 往往我都会有头痛的现象 就是说脱水啊 他们说那个dehydration 可是在新加坡壁股 我没有这个现象 在这期间 当然我是有喝水 我比平常喝少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 就是平时就靠一颗红枣 在嘴里嚼嚼嚼嚼 那么自己身上我们的天河水 对吧 所以这一次来说 我尽量不要去见朋友 为什么呢 本身我够苗条了 那我那天只是把那个照片放上Facebook 我的表妹就一个WhatsApp 姐 你什么事情 我说没事啊 一样啊 清明节的时候 你看到我 其实我一共从 槟城回来 从52公斤掉到49 那么在这个新加坡的逼捕期间 从49又掉到身价45 当然看到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尽量说 没事啊一样啊 清明节你看到我也是一样啊 隔天他妈妈打电话给我 所以这段期间我多数是不要去见朋友了 尽量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 看到你的话就会 哇你发生什么事 所以有一些朋友说 我在进行一个特别的 饮食调整的计划 过几天就回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真的是要自己把持住了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样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密度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的 原本 我原本以为是只有三天 所以我就参加了 谁知道来到这里星期六 所以我来跟他老师说 要一个星期 哎呀怎么办 因为我二十三号 是我们同学祭餐的这只 那他又是刚好是最后一天 我就是这样 哎呀怎么办 可是没有做到七天就表示没有完整 所以第一天我们去跟着老师山山下山 这样到处走 我本来以为那天回来毕竟是累到扁的 我也是有跟刚才Mr Lee 我们坐同一个车 然后讲说 等一下我老师在上面努力的讲 我们会在下面努力的睡 谁知道我后面有睡咧 而且我也有意思说 这么样子 平时老师说 我是三餐一定要早餐吃 没有吃我觉得我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是人的养生嘛 三餐一定要吃嘛对不对 所以我本来原本的思想是说 如果没有吃我一定会很弱 我一定会整个人好像要虚拖啊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咧 经历还很好咧 到那天我们去机场那天 我就跟我的同学讲说 sorry啊今天我不吃东西的啊 他说为什么不吃东西的 因为他们也没有准备水果之类的 他说我今天不吃东西的啊 他们说为什么不吃东西 我说因为我进行了六天的一个 叫做屁股的东西啦 这样子哦 如果我今天吃哦 我就破功了吗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难道我说你几天没吃 我说差不多哦 现在是第七天了吗 他们说 胡说啊你 你七天 我看你精神又好 声音又大力量 怎么有可能 所以我跟他们告诉他们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跟他们讲 以后呢如果可能的状况底下 你们也来参加一下 你们也来体验一下 这样你们就知道我缩缘费水 就是说我以前也要想像大家一样 喜欢吃 就是每天早上早上要煮什么东西吃啊 第二天要吃什么啊 已经在心里想好了 盐埋好了放在冰箱 说明天早上行人时间 一到就是这样做 我自己煮早上吃 我喜欢吃什么我就煮什么 我有这样的习惯 我经过这一次的 我的屁股之后我就觉得 就好像老师所说的 我们屁股需要吃这么多吧 对吗 所以我这一次屁股下来就是觉得 我过了这一次之后 我的是什么习惯 或者吃的习惯 可能需要 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身体有一些变化就是说 我的饰量也减少了 开股了之后 我的饰量也减少了 一点就是 在屁股期间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的这里 这里是我们的胃对吗 是胃 干 干这里 会发出一种生命 屁股 不过不是饿的生命 只是那种生命 当睡觉的时候 它有发出那种生命出来 白天也是回 不过不是饿的生命 身体也不见得很累 精神还OK 过去就是有这样的生命出现 比较是舒服 可以 请教老师一下 在这个干的部分 有出这个咕噜咕噜的声音 可是不是饿的声音 确定吗 我误以为这是胃的 胃是在这里 这里 它是在这里 好 谢谢MD大哥 来 我 跟我上午餐第一次 我在其他的地方有 半壁骨供 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 他们问要不要接壁骨铃的时候 我们都在问什么 那个时候我在想说 我午餐不吃没有问题 晚上不吃的话 肯定被我叫婆娘 然后就是问 可不可以半壁骨 结果他真的给我半壁骨 就是我晚上 我中午完全不会饿 这次我是想试试看 神不能过七天 然后我就来试一下 基本上我不是一个很灵感的人 所以你问我感觉什么的话 我可能讲不能讲 不过从星期六晚上开始 打二就挺多 因为我的胃疾很多 一向来我们的胃疾都很多 所以那个是星期六开始 礼拜到现在都有 都还有 所以打二是一个 那个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我回家的时候 就会打二 然后那个你吃水果 那些基本上 就是想说没有吃NAS 也会这样甜的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SAN DAWASI 吃起来真的是很甜 以前我也有吃 可是没有这种甜 没有吃到这种甜 香甜的 对 然后其实 可能嗜咀太好 我坐在这边我就想去 因为那个香的味道也是很重 香 这次是香啊 就是这边不是通常都有那个香的味道 那个味道对我来讲有点重 腰壮我就有点敏感 对 然后礼拜天我们通常就是会带 我家伙去那个古代的那个garden走 我发觉我眼睛好像很低 那个宋主在那边跳舞 一秒就瞄到了 嗯 然后我家伙看得干净在那里 所以 所以 所以刚才他们去想说只能开窍 是会有一点 嗯 不过有点奇怪就是我通常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阿湖基斯玛山 对 所以第二天这边就有cram 对 我通常cram不会 可能超过一两天 这次cram都超过第四第五天 我才会收 我想是不是因为没有吃盐 那个sodium的retention不够 对 我通常cram没有cram太久 嗯 所以 大概那边就是讲的 好 谢谢你 然后欢迎谢谢你的分享 大家的心觉很像越来越敏感 好 一句话很难啊 哈哈哈哈 怎样讲 呃 平时你看我是采访他那是很喜欢吃的 所以 我 第一句就是 你懂 叫我吃素也是很难的 都是很喜欢吃的哦 所以这一次怎样讲 呃 七天 叫我吃nuts 叫我吃fruits 叫我喝food juice 很难啊 你知道就是 你懂就是每天出去跟朋友 他们去吃炒饭啊 吃炸鸡吃糖啊 吃什么东西都吃 我还讲 他想吃 又 就是跟自己讲 对啦 七天 就是 就是 死死了 你懂 这样子 呃 just go through the process 对 继续 继续很 呃 try to determine to do it 然后有的朋友问 你 sure or not 你怎么 你姐你什么肥 我也不可以讲屁股啦 try to say 然后我把他继续讲 那小啊 那个那个老乱相信 啊 把那嘛 就是啊 就是说 不要去老乱相信别人 在那边 就那么 blindly when you don't believe in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呃 no scientific truth or everything 就说我随便去老乱迷人家 那就 就给他们讲哦 我就没有 呃 ok 但是 那麽啦 就是 减肥啦 减肥啦 ok 所以我就 呃 就真的是跟他讲 啊 其实可以吃水果 这样子 很难啊 所以七天真的是 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去 呃 因为他真的是有瘦下来一点点啦 好 给他一点鼓励啦 真的是很简单耶 so 呃 maybe yeah one finally maybe we can't call the deviation dream so 因为 他那个environment 逼你 对对对 不要去乱吃 也不要去送到很多朋友 还是父母的诱惑 还是什么东西 就这样吃 好 这样都在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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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 是大一样啊 是 quite an experience 所以下次记得跟我们去出国 修行之旅 真的 不一样 跟着老师跑山 然后 老师在你旁边 你就 比较 good 比较劲工啊 也比较有纪律 然后 整个人真的是 又没有这个诱惑 因为在新加坡真的是 真的很难 哦 真的哦 给他一个再次的掌握一下好不好 老师好 大家好 这是我 应该是 第三次 第一次是去欧洲 第二次是我在家里自己坐六天 然后这是第三次 然后 第一次 我好像是 朦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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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壁咕 也不晓得是什么 还有一些什么壁咕 奇怪 哈哈哈哈 然后 第二次我的坐六天 因为发现了一些小状况 然后第三次 这次我觉得 还OK 从头到尾我 我瘦了差不多十亿公斤左右 十亿公斤左右 啊 十亿公斤左右 啊 这一次我就没有什么瘦到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也怕吃榴莲 哈哈哈哈 因为这次也有榴莲吧 前后座又有榴莲吃 哈哈 那上一次我自己在家里做六天 也没有榴莲吃 那这一次我看到有榴莲 我就买了 我怀疑榴莲的问题 哈哈哈哈 呃 大致上还好 因为第一次 屁股是乱想是 很想念食物的味道 过了第二次 连这一次就对食物 就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看到也没什么 即使面对那个同事吃饭 不吃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遗憾 只是第一次我们相信 还是很想念那个味道 我觉得我会做第四次吧 为了我是你的健康早下 很好 哈哈哈哈 所以我希望 还希望有第四次第五次 呃 一年做几次没有关系啊 很好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的精神 来掌声鼓鼓鼓 大家好好 我们大家都要经常的屁股 真的是让我们清理我们的五脏的垃圾啊 真的是放了很多垃圾进去了 所以呢 呃 让通过就是屁股的这个过程 好好的深层排毒啊 来掌声Gree 这是我的新的老公 非常给大家认识 她叫蔡英 谢谢我的新的太太 大家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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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立广Simon 我是OUSS的员工之一 呃 这次算是我第三次第五 呃 第一次是在欧洲 呃 十四天 然后第二次是在台湾去年 呃 七天 然后第三次就是刚刚过的金马轮 所以那时候金马轮是在呃 呃 三月十二日 所以我从那天开始逼到现在 今天是我第四十四天 对 呃 三月十四天 对 呃 因为呃 前两次的屁股是欧洲跟台湾 啊 虽然是有瘦 可是开股之后 呃 那个铲嘴很快的就回来 瘦七公斤又加回七公斤 瘦二公斤又加回二公斤 所以 呃 醉胳破手还是这个口 啊 这个汤 所以这是我们 我去了金马轮的时候 呃 真的呃 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是这个汤吃 所以在有一根点的时候 我已经自闭了四天五天 我还可以涂 我真的涂 再来一个第一点 然后我就问了老师为什么 他讲这个就是你多年来的这个汤 的 造成的那个 呃 口液 就是我的 预望 所以这次感感的让你的洗一次的胃 所以我的胃有个筋而大洗 所以就吐 从那天开始我就发现对 我对饮食的欲望 造成我现在的就是 就是我之前的那个体质 虽然我是在Size 呃 我去当兵的时候 啊 我就是去那种胖胖俱乐部 就是OBIS COMPANY 啊 经过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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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月的授讯 然后就收响了 所以我是曾经受过 可是那时候当兵18岁 年轻小伙子 啊 可是大学毕业之后 又开始做工 啊 又成为正维 啊 不止正维 还加足 已经到了OBIS COMPANY 啊 啊 在之前这个照片 啊 左边这个 是今年刚刚过年拍的 我是94公斤 我的身高只是1.63 BMI已经35了 你去看什么医生 医生就讲 You are healthy My insurance Loading Loading 身体健康 一定是有问题 然后我家族 本身我父母 也是这种 B-sized的 所以也是有高血压 所以人家一看 你看你的父母 就是这样的 以后就会有CAP 可是我不相信 这个只是 遗传 这个是我的口验 我还转吃素 不代表吃素你就会瘦 这个我要确定一下 因为你吃了所谓的饭 这些也是一种高量的烤骨海费 也是这种淀粉 有些要不要讲吃素 还是那种假的肉 更多更沉重 所以这次我就决定 这次力苦我要坚持 不吃14天 赶赶来七七四十九天 结果 又编那张照片 是21天之后 三个礼拜 我瘦了10公斤 从94掉到84 今天早上 我又量了 我现在是79公斤 我已经瘦了15公斤 我的DNA 成功的 成功的 从35 掉到29 我现在 officially is no longer obese 我只是默克威 我只是默克威 然后 我跟我太太 也很开心 就是 因为 她从来没看过我的手 她讲 第二 我从任性到现在 都没看过你的景象 看得到了 因为全都是一块肉 你可以看到没有景象 左边 右边 有景象 可是 比如说这么多 有一个问题 衣服全部不能穿 所以 这件衣服 是我三年前买的 买错 所以买的时候可以跑开 回去穿 哇 就是 紧身 而且大大圆圆 所以 我住任一边 我妈妈讲一句话 等你瘦了再穿 等我瘦 她每次讲这句话的时候 好像在讽刺我 因为我不会瘦 她只是安慰 等你瘦了再穿 结果 我就穿 今天就穿 穿给大家看 还有瘦 所以 然后我今天全部的裤都不能穿 所以我要穿这种 sport band 因为roto band 可以说声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在当兵最瘦的时候是66公斤 那时候我的DNS少过25 就正常水平 所以 下第二次地鼓 就是接了这个星期六 我就完成49天 我的target是18公斤 掉到76 然后我会开鼓 因为刚好五月 我有三个婚宴 我一定第一个要去 不是不吃 是以礼仪上 我要去尊重 请我来的 亲人 他已经迁就我了 做素食 我又讲 sorry 我现在有素食 我要水果汤 太不合理了 所以我也借此开鼓 然后等六月的欧洲之旅 我会重新启动 地鼓 重新启入 再从76 掉到66 所以也不要一次过 要让身体 可是最重要的事 不是这个减肥 我遇到生命是不是减肥 是我的手汗 我从小都有出手汗 脚汗 所以我当兵的时候 我还要跟我的军官讲 我有手脚出汗 而且我是作品 所以你是写东西的时候 我的手会出汗 然后我的 我的 一定会死出来的 所以我当兵的时候 我要跟我的军官讲 所以我丢手榴弹的时候 我要separate一条链 你先当过兵的男生就知道 因为要怕那个手榴弹 从我手上掉下来 因为太湿 结果 已经干扰了我30多年 这种手脚出汗 这次 在这次的壁骨 21天之后 我两只手脚完全脱皮 这个是这种排毒的现象 我的肝是在排毒 可是我的排毒现象 人人都不一样 有些人是痒 我是手脚全身发麻 就是出疹 然后全部脱皮 脱皮之后 心皮起来 不出汗 然后可能只是 偶尔 COVID-19 巧合 可能几天会有汗 所以21天 今天44天 都没有出汗 我太太可以证实 每次回到家 我的袜子 是臭的 所以每天都更换 这次我真的可以给她闻 没有味道 所以 这个是我最大的 这个问题 我这次壁骨 我手脚30年出汗的问题 西医也治不了 中医也治不了 结果21天的壁骨 就治好 然后我就问老师 每次把它好了 为什么 因为讲 你就是把你身体 天生有的治愈能力 消皮力启动 因为你们从小就是被灌输 生病就要看医生 生病就要看医生 所以把医疗的部分 Outsource 的医生 其实身体全部可以治愈 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壁骨之间 我的肝 心肝 体面上的五脏 都有 Take time off Take lift 休息 休息的时候 它就可以开始恢复 所以恢复了我的肝的能力 我的肾的能力 我的肾的能力 然后有些同学问 你怎么可以避这么久 你难道不会落 身体落 还是 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在这里做工 我可以做12个小时 不累 大家可以再会上课知道 我们吃几点做到几点 而且是一个礼拜七天 有一天的休息 所以我是全职在做 我反而觉得在鼻鼓之间 我的体力虽然没有 像之前有吃饭这么有力 可是我还是可以正常做工 你们爬过七天的山 我也跟着你们爬 可是我在这期间 我的思想 敏捷能力非常快 以前 记七个八个号码 手提电话号码 可能要再想几次 我已经40岁了 现在 你给我讲一次 八个号码 我可以记下来 就是我记忆力恢复 就是肾功能恢复 因为我们的肾是组织 我们的肾是组织 你看这个照片 之前有烂眼睛 不是我的关系 所以这个只是 只是为了我带关系 不是闭鼓可以把你的眼睛都闻 可是我讲我的智慧 而且 之前有一个同学讲好像得慰 眼力很好 一看 都瞄打 连那位同修讲到臭 我也是有 之前闭鼓 会闻到臭味 而且不止 不只是在闭鼓时候 开鼓时候 还是会 耳力 听力 嗅觉 听味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 两天前 我吃香蕉 我吃香蕉 而且不是那么大条的香蕉 是小条的 所以 平时 香蕉 我是一条 直接一口吃进去 不用咬的 我可以嘴巴不搭 我可以一条吃进去 所以 这种小条的香蕉 我自然会吃两条 不用咬的 自然把 拿开 都动 可是这次 这个 我突发现 这个是我的惯性 我第一条进去之后 我还没有吐 我还没有吐 我就第二条 开始开 直接丢进去 所以我吐了第一条之后 第二条还在我的嘴巴 咬的时候 我想吐 我直接吐出来 我的胃 抗肌 因为 因为他已经跟我讲 我已经熬了 你不要再挤了 你不要再挤了 所以我第二条 我硬硬 吞进去的时候 他就硬硬给我吐出来 所以我第二条 跟第一条 吐出来 就是这个 互换了我 这是我的惯性 因为我自然 开来 跳出属性 因为品质都可以这样吃 可是 我忘记了 这个其实是我的惯性 真正我吃进去的时候 他里面是讲 不需要 你为什么还吃 身体上 所以我们要 在这个壁谷 我 第一个是 我可以听到 我身体在跟我说话 他需要什么 他不需要什么 而不是 我的大脑 你身体讲 我要吃 我要吃 可是不需要 所以它是一个条例 所以 我很鼓励大家 有这个机会 不只是为了你自己 也要为年轻人 因为我的改变 感动了我的太太 因为她的改变 感动了我的怨 跟我的 我的 我的 因为他们的改变 感动了我 爸爸妈妈 你可以看到我被养到这么大只 也是 我的爸爸妈妈很疼我 所以 他们知道我做地骨的时候 我妈妈是第一个反对 她以为我已经笑了 次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还不吃 她不可以接受 她也是被灌了药 结果她很厉害 你懂 你只可以吃水果 我每天一起来 已经有水果大餐在我面前了 早餐 还做food juice 准备好 这样 然后我吃两口 完了 我就放回去 所以她发现 你真的熟了 可是你精神又好 结果 她就放过我 她讲给欺民的时候 刚好21天 你一路可以开股了 我说不用 我二十四九天 结果她一直在等我开股 等到一天 她讲 我不管了 你要不要开始你的死 我就不要 因为她看到我的改变 她很开心 因为我妈讲 我的手脚出汗 她给她摸一下 结果我平时身体出汗 都会臭汗味 这次她闻 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她也觉得 我儿子健康 我一向来都比我哥哥很怕 这次我比我哥哥瘦 连我哥哥都开始想 阿迪都比我瘦了 我也想看一下这个屁股是什么 所以你的改变 会影响到你的身边的人 而且就是你最亲的人 最关心你的人 所以你为自己的健康照相 你也是为你的最亲的人照相 连你要以自己来跟他们讲 这是做的大的 他们还会有信心来做 不是因为屁股 是因为你做给他们看 他们有信心 因为你是她最亲的人 她不会害你 你也不会害她 你只会关心她 所以我很开心 我们的改变 感染了我们的家人 这段我可以给我妈妈看 变她 我还希望她也可以 有一天来做这个屁股 她也很乐意的尝试 谢谢大家 谢谢 那坦白说 因为这几年真的是尝试跟Simon 就是一直鼓励他要守身 因为这样胖下去也不是办法 那生出来的孩子也是怕嘟嘟的 所以呢 真的是苦苦苦心的缺 可是还是劝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老婆的做妻子的 有时候我们的身份地位不一样 因为你是就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岗位的不一样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开口说话来说服会比较难 可是如果你可以外道给老师的话 就是把它带过来 然后给老师叫话洗脑一下 然后讲讲讲讲讲讲 我不知道怎样讲到 它可以改变 哇 我真的是刚拜下 我无体投地 所以呢 你们搞不定的就带过来吧 所以不要讲 我没有跟你们讲 大家好 好 我跟Simon一样 这一次是第四次的鼻鼓 欧洲 台湾 金马轮 和现在 这个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里面的鼻鼓 也让我感觉到跟修行之旅的差别 当然 我个人的看法是 修行之旅的鼻鼓会比较好 所以 改次我们安排的修行之旅 请大家来参加 这一次鼻鼓呢 我儿子也跟我一起鼻鼓 我们互相鼓励 感觉上还不错 他呢 在梦里 有几次受到考验 也有不通过的时候 但是基本上有进步了 鼻鼓的时候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不用煮饭 那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从这里我就可以察觉到 我们每一天花在这个 吃饭啊 准备啊 的时间太多了 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些时间 还有就是 有鼻鼓之前呢 有好几位同学来问我 就是他们有 身体上有一些病痛 比如 胃痛啊 等等高血压 问我可以不可以鼻鼓 其实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的 因为我本身有很多年的 十二指肠会痒这个病 但是我第一次鼻鼓的时候 在欧洲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每天就吃那个 生的水果 菜 还有喝冰冷的水 一次麻烦也没有给我 我的胃 之前呢是很麻烦的 他一不高兴呢 就会弄得我很不舒服 所以啊 你们就也不用担心 身上有一些病痛啊 不敢去鼻鼓 这一次啊 鼻鼓呢 我其实我每次鼻鼓 我都会瘦下来 但是精神上跟没有鼻鼓的时候 是没有差别的 工作造作 这几天我都每天来上班 所以啊 我本身很感恩我们的 就是鼻声先贤呢 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很珍贵的 修身的方法 要感恩他们 也要感恩老师把这个方法 交给我们 OK 大家一起努力 好 那我们就是鼻鼓啊 大家要猜一下我们在新加坡 鼻鼓最长的时间是多久 我们有一位学生竟然做到 是不是49天 有没有人比他更多 有 谁 建伟 几天 81天 来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建伟大师 81天啊 多可能 各位大家大家好 好 我第一次的鼻鼓是在欧洲 然后 回来了之后 就 每个人就问他有鼻鼓多久 然后那个时候就说啊 说啊 这个774是昨天 然后不知不觉就 774有些人就破了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要吗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想法 就是还没有准备开鼓 然后就说那你就 敢敢做你的酒酒 81天吧 那我就说OK咯 然后 然后做的时候其实到81天的那个一个礼拜左右 哇 那个欧瓦是到最底级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是几乎是不能控制的 就是我完全就是哇很想吃 头脑里面很多东西都很想吃 可是其实很幸运啊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说 我告诉你不能加以 因为整个我怕那个欧瓦会种下一个烙印在我的心里 然后我就觉得一定开鼓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然后在这边我就 幸好就是我的味觉也开始变 然后之前所想吃的东西我吃下去的时候发现 其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吃 一瞬间那个欧瓦全部 就是没有了突然间就没有了 然后过来呢 还是我面对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记忆 以前所烙印在我的记忆里面全部一个一个出来 就是说很想吃的东西都全部出来 你要吃什么好好吃吧 然后发现另外一个记忆是什么 就是量 以前我吃东西一定是加面加米粉加饭 为什么吃不饱 可是这一次就是这样呢 记忆还在那边 你不叫那个量 你就会觉得好像吃不饱 可是叫它吃了两口糟糕吃不完 然后过后就是这样呢 就是吃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味道不一样 然后过后才发现有一个就是 就是很清明了 整个思想清明就是知道说 这个食物的味道并不是这个味道 吃到很多的味道都不是我们要的味道 然后就是很奇怪 就是会有那种 灵感就知道哪一个摊可以吃哪一个摊可以吃 甚至是群树的 群树的不是每个群树的地方都可以吃 就是也一直发生在 有一个晚上我就是做晚班 就是帮之前的老板拿手机去修 然后那个时候就肚子饿 刚好那边就有一个唯一一个vegetarian shop 那我走过去看 只是鸟一眼里 这边不能吃我就走开了 然后走不到多久 肚子又在叫了 然后就说 惨了 没有地方可以吃 反正是vegetarian shop 就合理化了 就随便拿 随便叫一个米粉 一个菜随便吃好了 就当赏吃了 不是吃了吗 饱了吗 然后第二天那个脸 我说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情形 是很奇怪的 就是 那熬了一个月 就是不痒也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整个一粒一粒到 前方的地方 然后问了老师老师说是在排库 然后后我就说以后乖乖听话 就好了 不要这样气气 你知道吗 然后一个月很奇怪就是一粒一粒干掉 就自己跑出来了 过后自己就笑掉了 很自然 刚开始还很担心 会不会烙鱼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有的人也是没有去管 然后现在我要做一个工作是这样 每天他在朋友面前 露脸你知道吗 因为 每个星期如果我一两个礼拜他不出现 哇 哇 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反应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可是对我来讲 其实我在我的 真正的收获是在我的 就是自己只能 感觉得到 为什么呢 这一次 从金马轮就是我继续屁股 其实我在第一次屁股 我说很享受那种屁股的状态 因为 你会觉得说很多食物其实不是我们真正可以吃的 真正要吃的 那我一个结论就是 其实胖热 就是把食物真正的味道给盖 你能吃得到它原本的味道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 就是开始就是处在一种 semi 地骨 虽然开了骨 只是处在一种semi 地骨的状态 就是 保持 就是吃一些还是基本上就是地骨的所吃的食物 那么重点就是在于就是体质的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时候我才出来他是哮喘的 就是哮喘的一生出来就是有哮喘的 还好我父母以前就是直接看中医的不看西医的 所以我从我懂事开始就是喝那种中药 那种熬的那种超级哭 然后爸爸每次就是放旁边一个冰堂 就是你总之就是搞定他就对了了 然后虽然没有从来没有像一些小孩子那种哮喘的发生 没有那种情形过 但是staminia很糟糕 所以那个底不好 我当病的时候啊 我跑那个不管 Fall click的时候啊 我跑完了之后啊 我是那种属于 几乎要晕倒的状态的 因为 不能fail嘛 最后100km 100m是用冲的嘛 冲到那边整个人是 又灌水啊 又什么整个人就是要坍塌的 可是 这一次在这个 进马轮爬山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很奇怪啊 就是很轻松那种哗哗哗哗就爬 老师一句话哇你会爬 可是那句话就是直接 打在我心里说就是 不会累累 就是我觉得很快 然后我记得第1次爬五七十马山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导师不久 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的基础科号两年前 第1次爬五七十马山 一样爬到上面是几乎整个人是倒下去的 这次不到 30秒 其实爬的其实是喘 可是过后呢就是 去到那个亭子放了back 过后我们就去拍照 然后拍照的时候 不喘 所以我就是其实 当 老师一句话就说 哇你爬这样快的时候 其实是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荡 为什么呢 从小陪着我长大的那种感觉就是 喘不过气啊 那个那个breath啊 受不了 就是 突然间没有掉 而且在这种strainers的这个exercise 回来的这种状况也是 很快 然后在我在81天 尤其是有一次就是 一股的时候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我感染了一次感冒 然后那个时候就 就问苏小姐 问要不要问老师说要不要开股 因为 看过来很严重 又不屁梯啊 又什么的 然后 不可以吃药啊 屁股 然后就 想问老师 可是那天又忘记问 老师就 就跑回家了 我就惨了 第二天呢 跟惨发高烧 然后那天我就发高烧 反正不能吃药 又 不会 饿了就酸了 就睡觉了 在家里休息 然后第三天 起来 准备 上班拿了BAC出去 然后我就 前两天不是发高感冒完 然后就是第三天就是 无药而已 就是 感冒有PT啊发烧全部自己 这样就自己退了 所以我觉得说整个 跟着整个这个流程的时候我觉得说 我蛮感动的就是我的身体的那种 量上的 转变 尤其是陪着我好 很多年的那种状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这个 闭谷 你经历了我们的闭谷 你的 十几年龄 你是看不出的 因为他 你看我们六十五岁 又不像六十五岁 四十五岁 又不像四十五岁 四十岁的 哎呦更不用说 哎呦像我的年轻的 boyfriend 对不对 所以呢真的是 他有一个就是 还你青春的这个 魔力啊 哇真的是大家要 亲身体验 才知道 他的这个 威力有多大 因为我们只可以 跟你分享这么多 掌声 来欢迎我们的 中华国学研究院院长 张鼓声教授 掌声有请 你们的掌声啊 老师还没坐下来 这个掌声是给你们的啊 老师妹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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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因为 可以说在全世界来讲的话 能够真实的完成 壁谷的人 还是很少 中国是 这个我的师父呢 我的老师在中国 虽然做了很多的班 啊 之前那个 在十年七宫热的时候 成功率很高 大家呢 有一股的热情 坚持下来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在国内办的这个 过程中 尤其像社会 社会人士 而不是我们的学员 办班的过程中 成功率还是不适合 什么原因就是 世俗的这个染啊 这个污染 所以这次也是我们 一次特别的一个实验 就是在这个 这个之前都是带着大家 跑清静 走清静 没有家人的干扰 没有这个 色香味的 引诱 引诱 对吧 你们现在在这个城市中 之前我们都是上山 上山有的时候 你也闻不到那些味道 都在这个大自然中 但是现在呢 不同在 而是在这个城界 在这个很真实的 这个大染纲的 这个社会环境中 这是我身边的 几个工作人员 他们反映 特别辛苦 虽然也在坚持币 但是特别辛苦 什么原因 实际上这个 现代物理学早上告诉我们 叫能量守防 你们之前吃东西来的能量 当然是 自己花钱买卖了 然后去吃了五股杂粮 差换了 那你这几天 七天不吃 你的能量哪里来 当然有一部分来自天亮 就是 是上面的 玄空 眼睛看不到的这个 玄之右玄的这个世界的 能量向你们进行供应 但是你们因为肉体的需要 所以很多还要需要 有人身 有这些修炼者 他们要向你们传输能量 因为这个叫天地人三财 为什么第一天一定要带大家进下山 我们爬到新加坡第一高峰 对不对 也是第一高峰 这个很重要 因为接地气 接天气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人气方面 实际上你们可能也没有注意到 你们自己的 如果是有家人 有太太或者有老公的人 会发现这几天 他们特别能吃 你们下一次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身边的家人 反倒你鼻鼓这几天 他特别能吃 所以你们也要感恩他们 为什么 他也在向你传输能量 这个叫同频共振能力 所以还有一个能量来源 就是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 那么他们要向你们大量的传输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上山的时候 工作人员没这么辛苦呢 因为他们是 自然的连通着管道向你输有 但是在新加坡呢 这个时空场呢 它是一个 特别混杂的时空场 我们在山上修炼可以24小时 跟天地进行连通 在那个无畏状态里面 但是在这个城街呢 就受到这些时空场的干扰 所以他们闭起来就 相对来说比较幸福 那么实际上这个 我们之前在城市做实验的 闭鼓是主力工作人员都不闭鼓的 闭不了 为什么 这个老师闭鼓信号一发以后 他们饿死了 这个我第一次在我四个身边后 这个他开闭鼓班 我想哎呀这个平常时间 这个没有时间闭鼓 现在终于有机会在师父身边了 就闭一下 告诉自己要闭鼓 结果师父讲完闭鼓 课程以后 我的肚子 咕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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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是扁了 饿得实在受不了 但是又想闭鼓 因为尽快很难的 就跑去找师父 师父 谈奇怪 我是下个人心想闭鼓了 我不是说真的想吃 但是为什么我这儿饿得受不了 前胸贴后胸的 你说这个 不吃不饿不吃 我这现在饿了我饿了我饿了 师父说 你看我屁股了没有 他在那吃片条 吃片条 那个时候因为身边人还少 身边的主力概念还少 他说能量守恒啊 这些人都不吃 谁替他们吃 吃吃吃多吃 你多吃我这就少吃点 结果我一次吃三个人的 平常没有那么大的分量 吃三个人的量不饱 什么原因 就是像这些被古的学员传说 所以大家要重视能量守恒 没平空的东西 所以你们经过这次的 真实的体验 那么应该对科学更有一个认知 我之前讲过 我们不是一种断食法 断食法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念的 就是说我不要吃 我硬撑着不吃 饿自己 要把自己的这身标 这身肉饿下去 刮掉 实际上这不对的 那你一定是真的不想吃 甚至吃得不舒服 还不如不吃叔叔 就是不饥饿 不想吃 有精神 这三个指标都达到了 那就是正常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 天地人三宅都在帮助大家 帮助你们完成这样的一个神职 实际上我们人类经过了很多次的毁灭 这个不是张老师在这儿恐吓大家 这个是历史记载 那么我们这一个人籍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活在这个地球上 这样凡然后代的这个群体的 族群的人类 实际上始于我们这个八千年前的开始 那之间的人类都达下去了 这个被毁灭掉 被什么毁灭掉 所以我们在研究地理历史跟自然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大概三万年前 地球进入了冰河级 因为为什么进入冰河级 我们地球是个自然悬浮虚空的球体 对不对 那它自然就有一个在宇宙太空中航行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外星系的撞击跟干扰 以前我们地球上的恐龙 恐龙集体的灭绝 那么都是一些自然科学 告诉我们的一些真实下来 那么上一个这个人籍的祖先们 在人类面临着一个冰河级的时期 幸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 真正幸存下来的都是 能够像你们一样 不吃不喝还可以活着 这是一个天大的命 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启动自己的先天的 不吃不喝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功能 我们人体有两个功能系统 一个就是靠后天的饮食进食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讲课提到的 吃天亮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系统 但是你的第二个系统呢 为什么不工作 现在医学是这样的 比方说洗肾病人 在中国在肾脏还没有完全达到不能工作的前提下 他是洗肾加中草药加物理治疗 来激活你的肾功能 修复肾功能 但是我们在海外发现的洗肾病人 现在是排杜绝中草药的治疗 他说那个是毒 反正你这个进去体内不能很好的排 是影响脏腹的 结果是完全没有办法使肾脏修复 结果肾脏 大部分肾脏功能还不错的人 他们的肾实体还很鲜活 在我们内观透色 用生命场去感知的时候 还是可以修复回来的 但是为什么不工作了 替代法 本来还是可以继续工作继续排毒 甚至稍微的用一两个月的物理治疗法 内功法草药治疗法 他就可以完全的自己再排毒了 但是你完全依赖机器 医生呀你几天必须洗一次 几天必须死一次 你又怕死 实际上怕死的人 就是最没有勇气的人 那避古避不成功的人 大部分是怕死的人 怕自己饿死 但是事实告诉大家 还有81天没有喝死的 还有更长的108天 甚至我们一些 我的师兄弟师姐妹中 还有多少年都已经不吃不喝了 都是还工作着 并且还可以生baby 生baby的时候 还孕也可以不吃不喝 避古 那么最后的话 生出的baby特别漂亮 特别聪明 那吃天亮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告诉大家 这是对我们人类的一个 一个反本还原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籍的祖先 他正是因为能够不吃不喝 活下来 你看整个冰和地球上完全没有植物了 冻住了 那么完了以后 最后的话 你只有他们躲在山顶上的 洞穴里的 那么在遇到天外的星体 撞起地球的时候 产生的尘埃 还有一段时间你必须不能不呼吸 才把那个山顶给你封闭出来 所以在我们的传统修炼术中 还有这么一个胎息法 就是不呼吸 你练成功了 可以打到不呼吸 那么为什么打王祖师可以做做九年 实际上你把它埋底底下挖出来 它还活着 因为它已经可以打到胎息跟必捕 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那么之前你们可能 老师要是给你们讲这个说 张卜生精神有点问题 是不是 所以送他去精神病院 你们现在必捕成功了 再敢给你们讲 说真有这回事 真的可以不吃不喝啊活着 那么还可以胎息 胎息就是第一个层次 就是如婴而眠的那种 绵绵之息 你看婴儿很少听到呼吸的时候 听不到这种 都是很卑弱的 好像有好像有没有 那这种呼吸 那么这个为什么 他们在绵的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进入了一种禅定状态 先天 跟先天完全融合的一种高级禅定状态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炼 修炼就是启动自己的先天的机制 去划变自己 那刚才几位同修已经给大家分享了 身体的病没了 高血压高导无存没了 不进了 这个对现在人来讲太普通的病了 就是说你到中晚年不得这个病 你都不正常 是不是 现在变成你不得三高不正常 人家问你为什么还不得三高 所以我有时候去体检的时候 医生看我这一块肉 一堆肉 然后就说 哎呀 你应该是问题很大的 结果查来查去他问说 你为什么没有三高啊 我说我根本就不胖嘛 但是不可能 你看看你这一堆肉怎么会不胖 我说我走步的话 比年轻人走得还快 我哪里会胖 那么这个不是那种你认为的胖 他抽血液 验出来说 哎呀三十来岁人的血 很亮很清 里面的这个成分很好 年轻人的血 所以这些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化辩的过程 就是你非得要通过修炼 才能真的烦恼还童 在这个烦恼还童的过程中 你的疾病首先都就不见了 你回到那个年轻态 然后最后达到婴儿状态 婴儿状态 婴儿状态呢 这个皮肤能看得出来 然后呢这个呼吸能听得出来 然后呢很累很累的话 你大概密一会儿 五分十分 甚至八个小时 哎人就很精神 为什么 你看那个婴儿 小孩子他不就这样吗 慢慢跳下去啊 嗨嗨嗨 闹翻天了以后 累了 管你什么吵不吵闹 马路上的车声 什么爸爸抱着走大马路上 人那么吵他照睡觉 不理你 婴儿就是 孩童时期的天真就是这个 所以是你能够是自己返还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只需要半个小时 就瞇一下 哎好了 所以是孩子他瞇一会儿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来 又给你海阔天空的闻 风一样的嗨 等一会儿累了 又怕那一睡又好了 那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告诉你能婴儿骨 那么很多的生理指标 你们刚才都分享了 还有智慧指标 就是说 它这个记忆 记忆力 那就证明你之前进去大脑的东西 是一种昏沉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吃五穀杂粮 在吸收一种轻轻的这个营养的这个同时 有一些阴着的叫清清者上升为天 着重者下降为地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大吃大喝以后 下面的阴气成不住了都跑到头上去了 所以大脑昏昏沉沉 脑袋发热 记不清东西了 特别到中老年 工作效率不行了 记忆力减退了 再老一点了 老年痴呆症以来 什么原因 就是供应大脑的这个能量的质量不高 就是浑浊之气 乌浊之气 那神清气爽 神清 大脑的气是一种清爽的状态 透明的一种高级能量 你就聪明 古人为什么叫聪明 明是日月明的明 现在人是刷小聪明 不是真聪明 自以为聪明 刷一些小心眼的聪明 古代叫大智慧 就是真聪明 聪是耳聪 目是眼睛亮亮 你看这个壁谷超过二十一天 超过刚才你们看健美也好 三万也好 眼睛亮亮的 什么原因 这个目明嘛 肝里面没有那种代谢的毒了 舒肝立胆了 舒肝了 然后眼睛就亮了 眼睛就亮了 耳朵就好死了 耳聪明 那你看东西就转 听东西就不容易出岔子 所以别人说一遍话 把它记住了 为什么 以前你是阿嘎阿嘎阿嘎 到底那是个八还是个七呀 耳朵没有聪明 耳朵没有聪明 听不清楚 所以这些告诉大家 这些什么科学 不要说 是不是自己自以为是不是 它是一种科学 所以当我们的大脑能够清晃起来的时候 你的智慧就大 那你的工作效率就很高 别人要用十个小时 你可能五个小时就干了 甚至三个小时就干了 那你一天中的工作量 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家庭 服务这个社会 你的智慧开展 你的工作量 在同样的时间内 比别人多好几倍 老板不多给你点钱 也都不好意思 对不对 那你的财富收入也就变化 所以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人生所必须的 但是我们之前的惯性力 告诉我们 不可以不吃 人不吃 没有营养 所以你们用西方的所谓的营养学 什么什么 这个含量 那个含量 每天要补充多少 被他们欺骗 为什么被他们欺骗 那因为资本家不搞这些 不拿钱供应这些研究院去搞这些话题 他怎么赚你兜里的钱呢 他生产的那些所谓的营养粉 什么东西 他卖给谁啊 所以我们现在资本时代 出现了一个很可恶的东西 就是唯利是图 唯利是图的这些大资本家 他第一个先要做舆论工作 养一群人来欺骗人 所以我们现在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 我们没有自信 谁最了解你们自己 你自己啊 对不对 你自己到底怎么样 你自己说了算 你自己告诉自己 不要去完全听医生的 医生的只是参考 所以前不久有个朋友来跟我聊天 他说我再不要去体检 我说为什么不去体检 他之前一个月体检一次 六十多了怕死 也有点钱 一个月体检一次 他说我那一次请体检的医师吃饭 他偷偷告诉我说 白先生你不要再来体检 他说为什么 我做过实验 一个人每天体检的话 天天都不移 给你的人体这个活体的 活体的你在累了 今天累了 体检一个结果 明天精神又很好 体检又一个结果 后天又不累 不清醒的 又一个结果 到底信哪一个 他说你不要体检了 大概你保证自己感觉自己很好 就不要去体检 你感觉哪不舒服你来体检 所以才知道很多的错误 很多的五分 所以大家一去体检 不得了呀 我生病了 那么实际上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有提到一个真言组 就是你们经常是给自己念的咒语 都是咒自己死的咒语 咒自己不健康的咒语 咒自己是个倒霉的咒语 你看看你们之前怎么念旧 说哎呀我老了 哎呀我不行了 哎呀我真倒霉啊 没有赚到钱啊 哎呀人家怎么就那么好啊 贪真实义满 嫉妒 怨恨 怀疑 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是这样你的人生能好起来 才叫怪啊 对不对 你输入的程序密码是什么 你自己完全给输入的是那种 倒霉的这个密码啊 那你这个余运作出来 你不倒霉 这个对不起自己啊 对不对 你输入的程序 你不实现 不演的现实给你看的行 这是我们在修行中 我为什么要重视明星见性的心法的修炼 心法的修炼就是告诉自己 改程序 输入全部的是叫 因恶扬善的程序 这个信用在自己的 就是不好的 我这全部不对自己输入 然后全部输入的好 我年轻了 我漂亮了 我瘦了 我苗条了 哎呀我是人中最幸福的了 完了 你肯定你变了 很快你就会变了 这个是程序问题嘛 你们知道现在电脑要编程 编程以后输入进去 然后继续给你演变一个结果 你人体是个活体的生命体 它也是按照程序在走完每一天 所以我们修炼者是最有智慧的一群人 那些不修炼的反倒是最没有智慧的 为什么 他不肯改变 不肯改变 那你不肯改变 我们人生只有一个结果 你一定是越来越老 越来越不行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自然死亡 承住坏光 生老病死的一个规则 那么如何使我们延缓摧牢 紧活自己的不老基因 紧活自己的不老的信息 程序 那这个就是反患 就是我今年38 明年28 再过十年 我就成辈子了 然后你输入这样的程序 反老还童 反老还童 然后你的生命指标 你的健康指标 通通通都会改变 这个 咱们新加坡实际上有一个人 你们可能都不太了解 所以我之前去拜访过她 叫许哲女神 她现在已经往生了 一百多岁走 那么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但是对生命不关心的人不认识她 我们那个时候 特别钦佩地跟她聊聊天 聊天的时候跟她聊的时候 问她为什么 她那个时候已经一百多岁了 为什么她还这么开心 每天跑去老人院 然后自己说我要照顾老人 问她说那些老人多大年龄 哎呀他们都很老了 七老八十了 她一百多了 她说人家七老八十很老了 我问她说 你一百多了 那七老八十的很老了 那你老不老 她说我不老 我说你为什么不老 她说人心不老 人不会老 走路轻轻的 那个时候一百多岁了 你老人可以走路轻轻 哇 很让人陪 羡慕 她一辈子就是 人家叫她狗妹妹 阿狗 小女儿叫阿狗 然后一辈子就是这样的 一个开心 只是为别人做护士 为别人 到自己老了还要去照顾老人 说那些人太老了她要去照顾她 所以你的心态也很重要 你要不要调整 你心态的调整 你非得要改变你体内的物质 也就是说你们经过七天的壁骨实验 你的心态改变了很多 靓丽了很多 开心了很多 之前那个压抑的东西没有了 好像是一块石头放下来了 而为什么你经过七天的这个壁骨 你可以产生心态的改变呢 世界很简单 这个玻璃二向性嘛 很简单 现在物理学就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心态是一种波动 你今天很憨 明天又微微切切 是一种波动吧 心态是一种心 波动 所以是我们的心态好坏 是一种波动 但这个波动来自哪里 所以是今天科学家告诉你 是粒子产生的波动 它叫玻璃二向性 所以这个叫物理学中的玻璃二向性 什么叫二向性 就是它必然有粒子 有粒子它一定会产生波 它是同体的分不开的 所有的波动一定会产生粒子的 所有的粒子一定会产生波动的 粒子是物质的 它有四种形态 物质、反物质、暗物质、反暗物质 四大类物质 不是今天你们认为的空中飞的那些物质 它还有暗物质的 暗物质 暗物质跟暗能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吃天亮的人实际上 你为什么心态会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好 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是因为你体内的物质上的变化 你通过七天深层次的排毒 深层次的排毒 就是把自己体内的垃圾垃圾透出来 潜藏在自己体内的几年 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垃圾 你通过深层次的坚持 并不排毒 排毒 这个时候你反倒闻自己身上一股香味 很清香的味道 围着自己 这围都是很清香的 不洗澡都不臭 以前洗完澡还臭 后来的话 你们我刚才听有的同学说 为什么我去地铁闻到人身上很臭 是很简单的 他不排毒 他身上都是毒 他体内都是毒 骨脏都是毒 以前给大家分享酸雨 空气被污染以后 上腾上天 形成了一种酸雨 这个酸雨落下来 把庄稼都烧死了 花草植物都会被烧死的 那你不排毒的人 体内的心肝脾胜 所以五个脏腹 是五个库 五个仓库 五个仓库里面装的都是垃圾 你不清理它一定是垃圾 所以你不单的不清理 你还天天往里装垃圾 吃的东西以后 转变了很多的 现在的毒素 你吃的 即便你吃素 植物也要用毒药 才能不生成 化肥 那么你要吃动物更惨了 用避孕药味动物 然后激素 各种激素 残存在动物体内 然后被你转化到体内 使你的生理功能稳了 免疫系统稳了 大量疾病重生 这些毒素 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去进行清理 老师唯有吃排毒的那些东西 你还不入不吃 那个也有毒 排毒的是要三分毒 你以为我吃了排毒 然后就没有毒了 也有毒 不入不吃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定期逼步 刚才有个同学问 你说能不能自己想避孤就避孔 很简单 你只需要合掌 向这个丈夫生打个招呼 说我又找不着你的电话 不用 你就是想想肥肥的样子就知道了 就说张老师我想避孔就行了 打个招呼 为什么要跟他打个招呼 他有通道向上通 所以他的信息他收到了以后 在虚空中是个开放空间 所以你的心意一动 只要我们连通过了 你很快的就会传到我这 传到我这 通过我这个发射台又传上去了 然后上面就知道了 因为你要有天良共鸣 你不可以说不打招呼就避 那就叫断死 所以你打了招呼接个手绝 不用再刺壁骨丹 为什么 你观想自己手中有一个亮晶晶的壁骨丹 就行了 通过观想就可以完成 这个观想不是想象 是存想 是存想 就是你当时接壁骨丹的那一丹 还在存想 它就在你手上 是一个透明的光态的 然后抬起来把它推下去 有的人会感觉 喉咙有东西下去 按如此的 真实存在体 随时可以给你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交一点学费 这个东西你交一点学费就是你的了 你不交学费 你下次你来还得找老师司机 白来再来讨 你交了买走了就是你的了 一辈子就是你的了 你随时用都可以 这个场性进行了连接 古代求道一定要舍 不是说老师能不能不交学费 这个利益更多人不行 他不肯舍他得不到 这是一个舍跟得的关系 一个付出跟一个获得 所以你交那点学费 实际上你几天到 你这七天省也省出来了 七天不吃饭也省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是何况你换来的健康 是省的医药费更多了 所以说大家也有这个舍的心态 那么有这个舍你就得了 得了一等永得 这个单诀叫 一等永得 它是带着光给你的 所以你随时你要启动它 一直想 有的人敏感了 特别你们修炼 一段时间的手拉开了的人 他能接到 他手虽然会有感觉 他真的在那个地方 不是想象的 但是你自己提醒了以后 再接壁骨诀 再接壁骨丹 观壁骨文壁骨符 吞壁骨丹 OK就可以了 告诉自己的体内系统 我要闭7天 还是闭21天 还是14天 给自己一个指令 就是程序修改 程序一修改以后 接着就是 体内的这个工作机制 心肝脾身肺 五脏里面接到了以后 它按照程序去设置 该停机的停机 该省电的省电 该不动的不动 它开始按照这个程序在搞 所以为什么要推出壁骨之前 一定要跟体内众生打个招 跟玄界的师父打个招 跟体内众生打个招 那么天上的那些 像你输油管道的人 人家也要输入电脑 说张主生 几月几号要停止壁骨 好 我们停止传输能量 把那个管道可以观看 这个都是一个很科学的东西 那体内的众生 他接到信号的时候 那个功能系统光了 现在要我们来工作了 兄弟们上班了 度假完了 然后起来上班了 因为七天他不工作 现在起来又开始工作了 他要工作了 所以你要打个招 所以之前跟他讲 天天神修系统 就是不单是跟自己体内的物质打招 气打招 精气系统 还要跟自己的神灵系统打招 五脏神 细胞神 三魂七魄 你们上过课都听到 听董老师在说 神灵上课的尽管 尽量来上上课 这种课是你生命的实相的认知 不上太智慧了 一辈子就是为这么一件事情 为什么 你们现在不吃不喝了 活着有什么意思告诉我 以前是拼命为了赚钱 赚钱干什么 好吃好喝 现在搞到不吃不喝了 还活着干什么 没有意思了 对不对 现在不还告诉你们 可以不呼吸了 连气都不喘了 那你还活着干什么 活着花变 所以你们中间有修禅的 禅宗的禅 它就是这个禅的演变 这个禅要在地底下待十几年 少到三五年 然后再出来这些羽化登仙 以前我们叫羽化 羽化是什么 它原来是个懒 是一个白色的懒 掉在地上以后 在里面待三到五年 甚至多了十几年 现在美国发现有十七年的禅 它要在地底下待十七年 因为禅都过秋的 这个禅到秋天一定都会死的 所以它只是上来 在地底下化变十几年 出来飞那么一下子三个月 命就没了 但是它实现了一个东西 就是叫化变 就是你要大清完成 你要化变 所以我们不吃不喝 我们不呼吸 我们要干什么 在化变自己 叫禅定 为什么要定 在定中化变 在定中去完成这种羽化的工作 不是现在他们乱讲的禅定 现在禅中没有传人 寺院里没有传人 在民间还有一些师父在传 它是一个画变 像打猫鼠是一座做九年的化变 像你们七天不吃的化变 你七天不吃 对体内进行一些化学反应 化学变化 把大量的酸性的物质排掉 应该是到第三天第四天拉出的那个 屎尿的味道是很难闻的 很臭 为什么 你前两天拿的还是自己前几天吃的 后面开始拿的就是你五脏六腑堆积 肠道中堆积 很腥臭 很难闻 甚至我们之前108天壁骨的 它到后面苹果只吃一小口一天 矿天水小瓶的喝半瓶一天 它每天大面量特别大 它出来的味道都没办法 那就是把自己的这一生的排完了之后 前生前世的都开始排 连自己的父母的基因中的都开始排 排基因中的毒素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亲自见证的 也是你们亲自见证 如果你们不参与 你们可以说 这些人都在边框 都在欺骗人 都是老师找来的托 现在社会不是要托吗 卖东西 然后有人在这下腰 我给你烘托的 这些人都是你们的亲 今天有几位同修 都是你们的亲人 都是你们的朋友 是你们的亲人带你们来的 有几位我是第一次见面 应该是没有来上过课的 所以这些道理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 告诉这个不是骗人的 这是实证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月底还会开一个内景图跟修正图的课 有机会要来听到 为什么 那里面就教你怎么不呼吸了 这是你学会两大华宝 一个华宝不吃不喝 学会了 再学一个不呼吸 学会了 好了 你不怕天灾人活 是地震地震 市场上都没有东西吃了 现在不是开始珊瑚海啸了 到处都是脑地震吗 是超市里没东西了 地里也不长东西了 可以啊 你们吃我不吃 一大座一庇谷 天亮一来 好了 自己不吃 不吃饿不死 但是普通的几天不吃饿死了 没有庄稼没有粮食吃饿死了 对不对 空气不好 地底下大量的废气地震出来了 空气不好 不呼吸嘛 等它干净了再呼吸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东西不学 你太吃亏了 太吃亏了 又不是那么难 你们试验的一个鼻鼓有多难 不难 就那么一下 不呼吸有多难 不难 就是你要学那个技术 就是你要学那个技巧 学了 你根本就是自己受用的 所以是 那么我们不呼吸 也不吃东西了 干什么 画变 自己生命的羽化灯仙 以前叫羽化灯仙 会长翅膀飞 所以是人家基督教 听主教的圣经 会长翅膀飞 对不对 天使 我们中国古人会踩着云彩飞 那这个羽化灯仙 所以所有的这个修炼 它是完全超越一般人的知见的 那这些知见为什么你们没有 没学吗 之前 对不对 之前你们有学没有 没学呀 没学就不会呀 就像你们现在做会计师的 律师的 还有医生的 你们那些东西老师不会 为什么 没学呀 不能说老师有点修炼 有些智慧开了 但是不学一定不会的 什么都要学呀 我们要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 我这次去台湾 我就身边有几个学生 我就把他们说的狠了一点 为什么 让他们做饭不会 让他们摘菜不会 然后不让他们摘点菜了 说老师炒给你们吃 好了 人家把那个 我说你把菜洗一洗 那个烂的叶子死的叶子洗完了 一起都放在菜框里拿给我了 我也没看 我超级 怕他们倒进去 炒出来这怎么里面有烂叶 我说你刚才没有摘菜 他说什么叫摘菜 三十多岁的人了 孩子两个 老婆嫁给他已经好久了 人家不会摘菜 我们生活在城市说不用啊 外面有卖的 我的天 如果天灾来了 那还有卖的 那那个时候 你要什么都要靠自己来 独立的生存的时候 假如是说 有一个地区有灾难了 别的地区可以来救助 很多地区都有灾难 人家救自己都救不过来了 谁来照顾你们自己 所以今天的人没有危机一事 但是在以前的话 我们特别的部队 他有野地相存的训练 什么东西能够吃 什么东西能够活命 什么样的水可以喝 我们从小就说过这种训练 所以在野地里 在野地里完了以后 你要知道那个水里面有没有毒 所以你去河里 看那个水能不能喝 山间的水能不能喝 那很简单的方法 脱口痰 放在水里 如果那个水 痰痰散开了 好水可以喝 有活力有光的水 如果你脱口痰 它不散开 千万别喝 有毒死病 这些都是从前我们大人教 给我们的生存训练经验 就是说将来真的有一天 爸妈都不能照顾你了 你要照顾自己的时候 你在野地里 你要知道什么能喝 什么能吃 什么能够生存 说我们从小在中国的时候 训练的全是自己 要帮忙做饭 一定会把你叫到跟前来 说来学着这个菜要怎么摘 这个是老的部分 这个是嫩的部分 这种菜 我们上山上父母告诉他 这种菜不能吃 这个有毒 这种是没有毒的 这就是野地生存的一个经验的训练 为什么 危机一世 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地球开始进入五十年的地震活跃时期 全球开始不停地要闹地震了 你们最近已经开始看到了 这个不是什么人类要遇到什么大的灾难的问题 但是你们走难闯百 未必不遇到这种事 遇到这种事呢 你真的买东西吃了 大家都在抢东西吃 没东西吃了 你干什么 闭骨啊 真的去一个地方 因为地震化学场爆炸了 空气里到处都是毒气了 干什么 摊息啊 你不救好命了吗 对不对 你硬能摊息呢 闭骨 你怕啥 你赶紧去救人呐 对不对 这个时候别人都没劲 你还有劲 你赶紧逼着骨 你还能做事 赶紧救人啊 救人一命生造奇迹佛陀嘛 就是我们是这么一群人 就是生命的先锋者 你对自己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你是超人 超越现在这些庸俗的人 庸俗着追求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你的豪宅 你的汽车 你的什么 真的遇到这种大庆灾的时候 你多少个房子都没有用了 都成废墟了 你一生的东西都会成为炮野 这种危机意识 我不是在威胁大家 是危机意识 你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认知 你把生命放在这些东西上面 你最后是一种严重的心态受到打击 但是我们这些超多的人 生命的先锋者 已经对自己输入了这个程序了 我准备着 时刻在准备着 真的有一天我心很坦然 我心很坦然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要重新 树立起这种危机意识 尤其在地球现在的地震 地刻活跃时代 然后到处多灾多难的时期 你必须要有这种功夫 那这个老祖先就是从这种危机中度过来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人类的繁年生性 东方也是这样的 西方也是这样的 西方之前的诺亚方舟的记载 也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方舟必须封起来 用蜡封起来 哪里有空气告诉我 因为他不封起来 那个雨就灌进去了 所以南亚方舟如果当时是存在的 他一定是用蜡把整个方舟都封起来 封起来就没有空气呀 怎么生存告诉我 你吃的那么点东西 一个船能装多少 到时候是没有吃 你怎么办 所以是人 所以是在圣经中 他特别强调 我听说在这里面有天主教基督教 他特别强调说 你要吃天粮 不要吃地上的粮 地上的粮太多的糟粕了 吃完了有很多的垃圾垃圾 有很多的伤害 你吃天粮是纯净的 但是煮给你的粮 你要有本质吃这个天粮 吃天粮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机制 第二系统 功能系统完全打开 不是不可能 真的是很容易 你们已经成功了 所以在后面我们必读有三个大意义 第一个意义 就是对自己的体内的残存的多少年 甚至一辈子的毒素进行清理 这是第一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就是对自己的深层次的 体内的三十九层的驱赶 我们体内是一个很复杂的生命机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给大家一一演示什么是三十九层 我的师父有一本书叫《壁谷》 那么大家可以细地去研究一下 这是对长期壁谷的人 要对自己的体内再次输入程序 输入程序是什么 就是对体内的三十九层 请他离开自己的身 九层是什么 九层就是我们体内的寄生虫 各种各样的虫子 眼睛看不到 我们小的时候生活条件未生活不好 所以到一个时期爸妈要给你吃打虫子药的糖 哇好可怕 那个虫子好藏哦 又出来 怎么在肚子里那么多虫子啊 在肚子里不见得 为什么 是大人说它见风才长 出来体外了 见风就长 这叫骨虫 骨虫 那这个 现在卫生条件好一点 水经过过滤了 食物经过消毒了 家里的环境 社会条件好了 还是好一点 但是吃五股一定会有骨虫 骨虫 骨虫在体内化成九虫 微生物 微生物 属于细菌类的 那么要在逼谷期间 请它们从自己的身体出去 所以有的人会关到 他们会飞 一群东西飞 飞出去了 跑到别人身上去了 为什么 它要营养 你不吃了 你不吃了 旁边有吃的 好了 先跑到人家身上住几天 这个家人不吃了 饿死我了 骨虫它要吃五股 它飞出去了 你一吃怎么样 你又回来了 所以赶紧要练元气 要练功 修炼元气胜了 为气保护自己 周围有一层亮亮的东西 它想回进来 我是铜枪铁壁 你回不来了 我就轻音笑语了 然后自己体内大量的垃圾没有了 最后再就是对三十虫的驱赶 三十虫驱赶 将来你们开始练月航丹功了 我们给大家一些药方 那现在吃没有 那配合你进行三十虫的驱赶 那三十虫都走了 你就不死了 人就可以不死了 就可以做陆地的 长时间生存者 长时间的 你想一百岁 两百岁 三百岁 五百岁 你自己编成型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但是你必须驱三十 还有第三个功能是 随着你们修炼 因为你们中间有不同的年纪的学生 第三个年纪就是进行阴极消灭 什么叫阴极消灭 我们有三个户口 在人世间有一个户口 在天上有一个户口 在地底下爽灵还有一个户口 是归阎王老子管的 我们人家的户口是归于警察局管的 移民局管的 然后天上的户口是属于天魂 天魂在天上有一个管理层 但是你如果是地底下那个户口不消 你死了还有机会要下去 所以是修行者他 为什么如果好好跟着我们这个系统走的人 你不用担心住三个岛 你最坏最坏的 如果脾气不改的话 你也入的是阿修罗道 为什么顶省眼神天我之前讲了 所以说你脾气不好 你是保持从这儿进进出出 然后脾气不好 最后红糖从你嘴巴出来了 然后你去阿修罗道死的时候 灵光从这儿出来 然后如果是你再修得好一点 脾气也温柔了 那么你就可以做天人了 然后从天目 顶省眼神天 眼神天 六欲天 然后五色界天 色界天 根据你的功力的高低 你要上到色界天 你要有四禅八定的功夫 就是没有四禅八定的功夫 你想去色界天也是不说八定 不修禅定 你想画面到身上没有这个余望了 没有十色二性的余望了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都是科学 随着这个现代科学家 对我们的二目指世界 95%的这么巨大的存在的 一个隐态世界的解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设 这些古代所说的东西 不再是神话故事 而是活生生的在你们面前展现的东西 以前你们听说 这个不吃就是神仙 陆地神仙 你们这不就做了几天陆地神仙吗 但是马上就又做回去人了 对不对 那你要真的功夫强一点 自己的沉间的俗 如果又了得差不多了 就来个干脆不吃不喝 那就叫陆地神仙 活着的陆地神仙 因为你不吃人间烟火了就是神仙了 它有什么叫神仙 所以这些不要再把它当成一种神话故事 或者一种高可怕的东西 我们在新加坡的传播 将来在全球的传播 就是传播一种 真的可以做到的 事实存在的 天 人 阿修罗道的 升华的 进化的 这样的一些技术方法 所以你经常每次让你们从这里走 天末拉进拉出 天末拉进拉出 你经常这样走来走去 你死的时候也这样拉着走多舒服啊 我知道不行了 不行了要死了 死了好了 我就拉天末观西天月 飞走了 升天了 对不对 升天够好啊 你们现在还得一天干八个小时才有饭吃 到那儿一想就有饭吃 你孩子刷elev包 什么包尽管买 因为心想似曾 然后不用新卡 不用买单 没有人跟你追债 那你说评全部是自动化的 想什么就来什么 想吃什么美食 眼前一大堆就来了 那是天人的福报 所以好好修炼 最少你可以升天了 但是我们不求升天 我们要出顶上 要从顶上飞升走 所以你一定要应急消灭 应急消灭是什么 应急消灭你就可以升天了 就是阎王老的那个地方 没有你的户口了 谁呢 西游记里面的孙公 下到阎王殿 下到阎王殿 阎王不给他的那个本子 然后他最后把阎王抬一顿 然后最后本子给他了 一笔勾销 这真是一笔勾销了 侯存内的不归这个什么管 不归阎王管 那这个告诉我们 是我们的元神 就是你修成二年级的 上过二年级的课有元神的 在壁虎期间 就要开始给自己的元神进行沟通 但是基本上要坚持21天以上的 才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就是应急消灭 就是跟自己的元神打个招 看看能不能把下面那个户口本 给我拿上来 然后拿上来 你死的时候不去阎王殿堡了 直接升天 直接升天 那这个是第三个叫阴急消灭 阴间的那个户口被注销了 注销了以后 你不会剁三个道具 那就是生死自主 所以这些东西说起来好像是神话 但是你们逐渐地跟着课程体系跑的人 实际知道不是神话 尤其那一天我们去爬第一高峰的那一天 你们也见证了很多的奇迹 我们从早晨出去晒太阳 后来整朵了一个大莲花 紫色的紫云 有人说黑云 黑的也是有光的云 很亮的云 那就是黑紫色的云 实际上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莲台 你眼睛 这个就是什么 凡夫看是一朵云 谁先看是一个莲花台 就是你的肉眼凡呆而已 这就像我们世间的水 世间的水 恶鬼道的肉身看是血河 人看是水 天人看是水晶 流淌的透明的水晶 在上面的金刚看是金刚剑 是流离世界 不一样的 同样的东西 在不同的人的手中 眼中它不同 什么原因 电脑程序的问题 你大脑程序的问题 你的心态的问题 你说是云就是云 因为你是凡夫嘛 你说是云就是云 对不对 当你能够看出不是云的时候 那你有进步了 你的不眼开了 反眼开了 但是这个奇迹呢 是你们见证的 但是很多第一次参加的人 还是可以怀疑的 但是你们跟我 跑了很多很多山的人 在怀疑 就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 哪里什么 每次都熬重熬重熬重 你不自己在 给自己念不好的信号吗 你要把他神奇起来 你要把他神像起来 你就神神了 你就神奇了 你就奇妙了 这是自己在于心态的这个调整 体内的阳性能量强的人 他很容易调整自己的阳厉的心态 嗨的心态 都是那种沉的黑的下降的 所以是他老是服不起来 老是心里沉沉的 老是消极的 老是不肯认可 这个东西是各光存在 不因为你的认可而存在 你不认可它照样是存在的 对不对 你们之前没壁骨的话 别人说可以这个样子 可以那个 你也不相信 所以是自己亲自体 所以壁骨有三层次的意思 第一次是清理自己身体的健康 第二次 那么三层次的 随着你的壁骨超过七天 在十四天 你们现在有进入十四天的 开始对三层 开始对三层 在对九床的暗示清理 那么如果你在坚持二十一天的 如果练过二年级的陪身法的 就开始要对自己的体内的 引起消明提出一个要求 提出一个要求 要设定目标 设定目标 所以大家基本上 顺利完成的七天 有一些学员已经打招 要完成十四天 鼓励大家继续 没有问题 只会越来越轻松 最难的是逃一两天 超过第三天开始就开始很轻松 所以这个是你们亲自经历的 所以后面实际上 能够坚持住的是 越必越轻松 越必越轻松 对自己的程序进行一次调整而已 时间的关系 就不帮大家太多的时间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你总结一下我给大家讲一下 刚才我们有学员问说 它的肝的部分也是有这个咕咕的声音 这个在鼻鼓的过程中 疏肝立胆是很自然的一个形象 肝为什么会得肝硬化 或者是脂肪肝 实际上我们肝像木的特性 它一定要伸展 那你就伸展就是人也很伸展 懂不懂 人也很阳光 别人看你啊 一看就笑 本来是很犯愁的人 一看见你就想笑 一见你就笑 有根根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很肝气很舒的人 给人的一个向上的阳性的一个力量 人家一见你就想哭 一副苦瓜脸 一副丧门脸 那你就要注意了自己的肝有问题了 就是欲了 不舒展了 一脸死相 别人不欠你钱 也总觉得 看见你就好像欠钱似的 很难受 那也要调整自己 那为什么一练功 让你们假装的笑一笑 假装微笑 也要微笑一下 把自己的门一说 心一开 干熟了 那在壁谷期间 一个很主要的 因为你的肝煮排毒 肝煮排毒 那么你吃这个五福杂粮 刚才里面说很多毒素 很多毒素 那么毒素进去以后 肝就要大量的工作 就符合很重的工作 尤其你们新加坡还吃午餐 不是中午的餐 是午顿 是下午茶 下午茶 早餐上午茶 中餐下午茶 晚餐夜宵 哎哟 午餐呢 午餐你想你多大的福盒粮 你本来的话吃三餐 肝到晚上 他要到排毒时间 他就基本上不再工作了 他休息了 他休息了 但是你一吃夜宵惨了 那肝还是要帮你排毒 所以尝起这个样子 肝的负荷很大 就得肝硬化 还有各种各样的肝的病 但是在壁谷期间 刚好是什么 你的口不尽死了 吃很少量的水果而已 里面的毒素很小 所以肝基本上是停止的 休息状态 你们知道机器不停地运转的时候 我们心肝皮身肺五部机器 不停运转 它会长气的嘛 热 所以你一定要用是运化油 机器要用运化油 要用冷卷液 所以它才能够继续跑 不然的话开锅了 车就跑不动了 那个机器磨得齿轮磨磨磨 磨发热了也就炸住了也跑不动了 所以我们从开始长大到现在 你就从来没有使自己的机器放个假 没有给人家休息过 所以在壁谷期间 它开始进入修年状态 就终于放个假了 终于放个假了 你肚子里咕噜咕噜 它是躺口气 哎 终于轻松了 咱懂了 里面的气急动了 哎 终于轻松了 咕噜咕噜咕噜 有的时候还打打屁 对不对 里面整个放松下来 放松下来 那些郁姐的东西就释放掉了 不然老是在里面 核心层不能够释放 这是个好现象 那有些学生也是反馈 想说他们的身体 下半身开始发痒 然后有些还生 就是你的皮肤上生 在鸡皮科拉的那种异域里 到底身体是进行什么样的转变 这个就是一个排毒 我们基本上肚子以下 都是属于下人界的 肚脊以下 我们都是属于这个 叫九优地狱 你自己这一生所堆积的业力 还有你父母 从父亲母亲 基因中承受的这些业力的堆积 都堆在自己肚脊以下的部位 这个时候你的发痒 都是那些在里面浅藏的东西 开始要出体 我们的病有好几层 就是它分三层 我在有病自己意中提到了 第一层是在皮肤的表层的 那么再进去的是肌肉层层 再进去是筋骨层层的 最后是骨髓的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层次 就是你之前这种毒素都藏在里面上 现在它就开始从里往外怎么样 发散了 一发到皮肤了 皮肤就痒 所以用一点药膏 这个时候要用止痒的药膏 不要去把它抓破它 实在痒抓一点不要紧 但是马上要用药膏 实在没有药膏你在壁骨可以用天河水 很舒服 凉凉的 比骨的人口中的唾液是药 所以我们在月底马上要练 月环丹弓的前期 就是怎么练金金玉叶 使自己能够产生药 有药了才能练丹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科学的 它有很强的消毒作用 所以这都是好现象 皮肤 从里面表到皮肤了 到浅层次了 否则在里面 它这一月就长肿瘤 就是溃疡 那在里面怎么止 发出来不就好了 肺肿皮毛 它发出来就好事情了 那有些同学问说 因为他们刚开股 然后他们就比较瘦小型的 然后就是恢复不了体力的状态 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自己的体力呢 这个时候你如果是练过功的人 一定要加强练功 加强练功 练什么呢 一个是跺脚 再一个就是直观的看夏丹田 静养 静养 那么再一个一定是要保存睡眠时间 不要太操劳 钢壁骨实际上 你的这个机器刚刚都在休息状态 现在要恢复起来 所以他这个功能系统 还没有完全达到满足功能的状态 所以是不要仓促的 去使自己马上恢复体力 马上恢复精力 不要这个样子 要有耐心慢慢的 他会的 但是就是以静养 多静养来帮助自己 那么如果没有练过功的人 就是多睡眠 睡眠时间延长 就是在自己犯困的时候 就赶紧的眠一会儿 哪怕十五分钟 半个小时这样的眠一会儿 再起来做事 很快的就修复回来 这个是我带我的主员问的 建兵 他说我于过去十年参加了十几次断食壁骨活动 这是第一次城市壁骨 每天照常上班 完全不影响正常工作 七天结束后感觉非常棒 理性分析一下 最大原因有三 第一 开始前一周 已经为此次壁骨做了充分心理准备 第二 开始的八个第零点修炼 补充了大量能量 第三壁骨弓的功效 到了第五天我的手脚明显出现乏力现象 经组长苏老师短信提点加强壁骨弓 不止消除饥饿感 而且到了第六第七天完全恢复正常 第八天开股 四日春风拂面 脚步轻盈思维异常清晰 这次活动我给OSS打100分 我希望OSS每年有两到三次城市壁骨 我想参加的人不健康都难 下面是他提的一个问题 我于第五天晚上梦见我回妈妈家 习惯的享用了妈妈煮的家乡 美味佳肴 请问老师我于第六天体力恢复正常 是吃了这顿饭的关系 还是我于前一天做了三次壁骨弓的关系 这个在我们刚开始壁骨就提醒大家 第一天比较辛苦 从第三天第五天 每个阳树的晚上就要注意 要用那个会见悬在自己的额前 睡觉前一定要用会见悬在额前 防止的是体内阴神化成你的父母 不是自己的父母来干扰自己的孩子修炼 自己祖先最希望我们成神仙 我们的历代祖先 实际上我们这次清明祭祖 他们对我们很感恩 能够让他们的后世子孙 能够真神地走入修炼的这条路 这是他们的列祖列宗最大的愿望 这是最大的孝道 为什么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繁衍后代 实际上就是准备着自己这一生不能成功 所以一旦这一生不能成功以后 还有后人你的DNA在别人的身上 延续着你的传递 延续着传递 他修成的那一天 就要一人得到九祖身份 他就把你的基因全息地都修炼成全阳体 那你无论在哪一道 你也就非常成功了 你也就非常成功了 所以这个就是历代祖先所许到的 父母自己的长辈 通常是不可能来害你修炼 他们的意识 他们的灵性 都是在呵护着你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 体内的阴神 我们体内有阴阳两个系统 阳它是主张着你长生不老 找一些飞圣 找一些成圣 阴的它是让你早些死 就是为什么 就要拜你的道 拜你的道 所以那么阴神 它会化作这种自己的亲人的形象 这个就像三大白骨鲸 白骨鲸化成一个美女 白骨鲸化成一个老太太 白骨鲸化成一个老汉 这个形象是一样的 就是你体内的这种阴的信息 它会转换成自己的亲人的信息 来确认一次 所以说他第二天体力恢复了 有两个方面的 一个阳的方面的修复就是 他练了三次壁骨骨 阴的就是阴的也偷吃了一次 但是没关系 这种是在刚开始壁骨的时候都遇到 我第一次壁骨的第三天 那是在大连 我师父办班的时候 第三天做梦 我一生最爱吃的面条 然后做梦 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说看我 因为我们师父以前办班也是这样的 就是五天 就是让你脱离家 一定要到一个宾馆里面去 集中在那个地方 拿的不允许去 就在宾馆里 从早晨上课 下午上课 晚上上课 睡觉 第二天又是早中晚 三次课 那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跑 所以是属于封闭营的训练法 那这个 所以是 那么第三天晚上妈妈来了 说说 哎哟 儿子呀 好久不看见你啊 妈妈做了面条吃一口 哗哗哗哗吃了 哇醒来在那咋子 突然想 完了我这屁股 善哗 这种是在前面会有的 不要紧 吃了就吃了 吃两口就吃两口 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但是就是要注意以后 就是体内的纯阳性的转化 就是加强修炼 加强修炼特别是 还是提到这个月底的课 大家真的 我们现在 我的时间真的很宝贵 所以说我尽量的在这个 新加坡期间 还有时间 都给你们开一些课 把这一生学到的精华 教给你们 所以说我在这一堂课里面 还会教两部东西 一个是这个西藏 藏密宗的这个 这个灼火点 灼火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保瓶器 保瓶器就是顺便练太西法 所以是 那么这些都是配着内景图 跟修正图使用的 那就是说 你的身体要 24小时 都是烧烧的 这个特别是 这次我在台湾 带他们练一个 七十多岁的 在佛学界可以说 有五十年造语的一个老人家 七十多岁 五十多年 修炼五十多年 没有这么体验过 上了两次课 第一次课 带他练直观 因为他有经验 他也是很虔强 人家练进去 哇!浑身大汗 出来以后说 怎么会这样 我说就应该这样 你不浑身大汗就不对 不浓身大汗 所以就是 那个真的 三面真火生起来 你一定浑身是热的 那你要完成月环丹弓 你的两个肾 一定是经常性的 就是 渗入汤尖 就像烧的菜汤 水浮起来的 烧烧的感觉 你不热 怎么练月环丹弓 不热 你怎么练成金刚不白体 那么刚都是要用火去练的嘛 所以说 那么再给你们加强一下 再灼火定 宝瓶器加上去 配着九觉佛风用灼火定 那么这种东西就是干什么 就是急呀 帮你们 帮你们就是说 把体内都转扬 转扬你这个就鼻鼓 下次鼻鼓没这事儿了 你做梦都是坐着在天上飘来飘去的 潇洒的飞来飞去的 上了哪一个洞了 去哪一个仙山了 见了什么师父了 都是这种仙梦 没有这种什么 有人拿东西给你吃啊 还在那后悔半天啊 什么原因 要好好领功啊 体内没转扬啊 五脏六腑都没转扬啊 最后还要五隐千空 五脏都要转成光化的 只是不好好练 为什么现在我们丢失了一个练子 问题很大 修行啊 我就做好人啊 说好话啊 你说好话 做好人 想好事 你还不是个好人 好人还是个人 原来有什么了不起的 人不死了 人哪里不死 六道共生都要死了 所以我们是不做人的 对不对 跟你们之前讲了 我们就不做人 不做人做什么 做神仙 做活菩萨 那你只要做神仙 做活菩萨 就要把自己练化他 这个破烂的躯壳 练成一个金刚身 所以在我们唐弥中 他提到了一个金刚智 金刚智的时候 第一是这个菩提智 你要自觉 觉它 自己觉悟自己要做人 要一生成就 有出力心 这个叫自觉 你还要帮助别人 也有这样的心生气 这个叫菩提心 那第二个部分呢 你要有金刚智 什么叫金刚智 我这一辈子 死我都要修炼 这个叫金刚智 不动了 我的所有的智 都定在这个点上 一切为这个中心 刚才说你又不吃不喝了 你又不呼吸了 你要那些钱干什么 要那些钱不赶紧上身修炼 自己的钱不拿出来修炼 干什么 你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不要私喝了 你又不要去喘气了 那你不是拿去修炼干什么 修炼干什么 修炼干什么 炼金刚智 金刚智有了 我这辈子就不退转 不退转心生气 我就是走到你 死我都要修炼 我之前说 我们死都要修着走 炼着走 你一定是去了好的地方 死昏沉着走 害怕着走 惨了去了恶道 不能自主 所以这个大家要建立 金刚智起来以后 下一步就是金刚身 金刚身怎么练 所以现在我看这百年以来的大师们 在《楞严经》中提到了三身四智的时候 那么他就有很多的问题 你比方说是得意生身 他解成是一种智慧 童真身解成智慧 然后法王子身解成智慧 登地菩萨解成智慧 这百年来真的没有出几个有出息的大师 这个《诽谤侯经》明明佛经 他讲智的时候一定会提智的 这个翻译者都是成就的大师 九摩罗斯也好 他可以吞真 他可以吞真 当时在秘法中 汉地秘宗里面是可以娶老婆的 那么他到了唐朝以后 皇帝就刺了一个老婆给他 就是宫廷的妃子 然后刺给他做老婆 这个大臣就诽谤了 说这个家伙已经修道了 高僧了 禁女寺 然后他听说了 听说了也没说什么 就让皇帝召集满朝文武大臣上殿 上殿以后 他就拿出一把封衣服的针 你们女孩子封衣服的针 钢针 他就跟皇帝说 下面有人诽谤我 所以说皇帝 我今天把这把针吃掉 如果还活着 你知道针进去以后未穿孔的 那个不是随便你们要学的 你们回去也试试通吧 可不要学 我们这儿有医生 还要吃了赶紧找医生 不得乱学的 他说 谁如果是能够吃这把钢针 还活着 那你也刺他几个妃子好不好 皇帝就想我这 这就 算了 答应你了 大师嘛 然后他就吞了 吞了 吓了那些蛇 神人和我们一个人在说话 所以是这个 九末老师大师去世 他的心成金刚心 没有舌利 整个心都是舌利 蛇是舌利 那证明他翻译的这个佛经特别的准 没有这个绑伏 所以是那么在这些 一诗团队一出的经中 生就是神 智就是神 心就是神 它本来就是不同的东西 你不可以把它自己不懂 又没有练过 没有修炼的练子的支撑 没有得明师系统的传承 然后把那个时候等同于一个什么什么志 你看你去看 现在很多大师解了天经 都这样解 你一看这个 这个不是真正一生成就的 它最大的果是往生西方的 它没有一生成就 不要完全用它的方法 用它的方法你不能一生成就 凡是能够把它解除这个三身 到底是什么身的 它真正实证过的 你跟它修炼 因为它知道 所以是在密城里面 它讲的一生成就 无论是唐匿讲 也是讲一生成就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藏密里面也是一生成就 那么中国有个大圣佛教的禅宗里面 刚才说化遍的禅宗 不是今天那个胡说八道的禅宗 今天很多有问题的东西 那么你们被它遇漏了几十年 所以是还不觉醒 那么这个一定要化遍 化身金刚身 所以金刚老师为什么那把钢针吃下去可以化掉 三倍针火有多厉害 钢铁都可以化掉 真的真的 不是假的真的 然后都可以化掉 所以这个就是炼子 这个你如果不懂得炼火候 你不懂得真正起火 身上不能每次炼都起热 你是盲酒下的 所以金刚身成立以后 最后坚固金刚身 就是永生了 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永生 永生你是成先知了 活着的先知 活着的成就者 你就可以传道了 什么叫传道士 传道士要达到这个水平才是真的传道士 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是真正的传道士 你只能是叫传经士 什么叫传经士 就是我念经给你听了 这是圣人所说的经 我们今天有经师没有法师 法师一定要懂得练这些东西 叫三修一化 修心修性修命 那么清明效应 这些在系统课程中 我们都给大家介绍过要重视 要重视 所以是我们要真干的 要真干的 真干我们这一生一定会成就的 拿出三到五年的时间成就自己 这个时间已经够快了吧 你只要坚持着 这些人是科普的 按照老师的方法 次第去造 每天练全身都是热的烧烧的 然后一定会三五年会成就 成就了干什么 成就了在人间度众生 我们叫乌州恶事实先入 入到乌州恶事里面 我先成就 成就了 我试验过了 死不了人 碧谷死不了人你就敢教人了 你说碧谷七年不吃不喝 我把人家整死了我这罪孽多大 不敢教人 只有自己亲身堅固的东西 你才敢赐予人 这就叫修炼事 这是你们现在都是一些道士 古代叫修道士 不是出家的那个道士 道士有南牌道士跟北牌道士 南牌道士是什么 南牌是火炬道 你们新马一带的都是火炬道 海外大部分都是火炬道 就是娶老婆生孩子 有家庭 有家庭 像南牌正义派 张天师级的 张天师级派的都是娶老婆生孩子的 繁衍后代的 北牌全神道不行 全神道你要俗法出家 那就清修道 清修道 你就不可以娶老婆 你要入在全神道里面 娶老婆是被天成的 被天成的 在密法在佛法里面 唐密的法师是可以娶老婆的 所以你看东密里面 它是可以娶妻的 藏密里面也是可以娶妻的 有明妃也是可以娶妻的 那这是佛法的另外一个传承体系 它跟大圣的提光头出家的这个系统不是一样 跟完全这个汉地出家 那个是梁武帝制的一个百丈常规 就是我们的这个禅门 定出的清规 后来才不允许出家 但是今天在全世界上次开佛教大会 世界佛教大会 他们就挺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这个汉地的都是袈裟光头 人家这个唐密的藏密的 都是带着老婆去参加大会的 然后吃饭的 一般是吃肉的 一般是吃素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世界 不要去诽谤 这都是合法的 你们要知道他们的传承 倒是也是这样 因为他的南派传承跟北派传承不同 所以是恭喜大家七天的圆满 还有你们坚持十四天的我们给予支持 那么将来要往二十一天走的 那么就需要跟中心再进行联统一下 祝福大家一定这一生成就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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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